大家好,欢迎来到韩潇的中年讲故事。 我从小就知道我不是我爸妈的亲生女儿, 我是她们在寒冬腊月在县医院门口的垃圾桶里捡回来的气婴。 大学毕业之后,为了能让养父母过上好日子, 我努力奋斗,最终事业有成, 可有人却找上门,想要让我认祖归宗。 我笑了,不好意思,丢掉的东西可没有捡回去的道理。 看着对面那对痛哭流涕忏悔不已的夫妇, 我的脸上毫无波动。 他们自称是我的亲生父母,苦苦找寻我多年, 如今找到了,想要带我回去认祖归宗。 说实在的,这个时间节点还是有够巧妙, 毕竟我前段时间刚给我的养父养母在县里最好的地段买了一套小三楼的花园洋房, 这消息传遍了十里八村。 左他们前脚刚搬进来, 今天他们后脚就找到这里, 说是要认亲, 这简直不要太巧。 乖乖, 我和你爸当初真的不是故意丢掉你的, 家里实在是不富裕, 我和你爸没有办法, 所以才田玉霞说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说着便想走上前来拉我的手, 却被我毫不留情地直接躲开。 田玉霞有些尴尬, 却依旧喋喋不休道, 当时家里这情况, 实在是养不起你语气, 让你跟着我们一起受罪, 还不如把你放在医院门口, 等着某个好心人捡走, 你好歹不用跟我们一起过这苦日子。 我看了一眼坐在我身旁的好心人, 我的养父养母常年务农的, 雨打风吹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 明明是差不多的岁数, 他们看起来竟比面前的田玉霞夫妇老了十几岁也不止。 我心中一阵顿痛, 垂下了眼眸, 随后锐利的目光直直打向了面前我的亲生父母。 到底是不想养, 还是养不起? 到底是养不起孩子, 还是养不起我这个女孩子? 我心中一阵冷笑, 看着面前被我两句话彻底弄到雨色的田玉霞, 握住了我养父母的手。 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这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他们在县医院门口捡到我的那天, 血下得很大, 那一天, 他们才刚刚三岁的亲生女儿因高烧抢救无效, 死在了县医院里。 为了救孩子, 他们几乎挖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挨家挨户地借钱, 落下了一身的债。 当他们从医院里走出来的时候, 正巧听到了门口的垃圾桶里有婴儿的哭声, 好奇之下, 他们发现了在垃圾桶里哭得撕心裂肺的我。 我被捡回家的时候, 冻得快没了半条命, 我的养母就将我贴在自己的胸口, 用自己体温帮我取暖。 没有奶, 养父这个大男人就拉下脸挨家挨户地去向村里的女人, 借奶。 医生说我营养不良, 两个人既是欠着一身债, 也要给我去城里买最好的奶粉。 我从小身体不好, 去医院几乎成了常识, 大把大把的医药费花下来, 几乎快把两人原本便不值得挤被压垮。 村子里所有人都劝他们将我扔了, 为我一个捡来的女娃娃加不值得。 可是他们不听, 他们觉得我是上天给他们的补偿, 我是恩赐。 年少时期的寒天腊月里, 我被冻得手脚冰凉, 养母就把我的小脚贴在她的胸口, 给我取暖。 上初中那会儿, 我考上了县里最好的初中。 要到县里上学, 我得走至少一个多小时的路, 我想转回村里的初中, 可是养父坚决不让, 于是他就每天早上用驢车拉着我送我去学校, 晚上又拉着驢车将我接回来, 就这样往返到我考上了市里最好的高中。 我不是他们亲生的, 家里也不富裕, 可是他们却用了自己所有的一切养我。 爱我在市里上高中的那会儿, 为了省那一个人的车费, 大冬天, 我妈会在将我送上车之后, 背着我偷偷从返程的大巴上下来, 然后徒步从县里走回家。 考上大学那会儿, 为了让我不在大城市之中显得格格不入, 我妈带着我在县里最大最好的服装店了, 花二百块钱只为了给我买一件连衣裙。 我看着她小心翼翼地 从自己洗得发白的裤子里掏出庄前的小布包, 又在老板面前慢慢地数着钱。 那一刻,我眼眶一瞬间变红了。 二百,这在大城市里就是一顿饭钱, 可是对于他们却是一两个月的生活费。 从那个时候我便发过识, 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他们两个人过上好日子。 现在我做到了, 可是却总有些想要不劳而获的家伙, 妄想来这儿奋一杯羹。 看着面前被我那两句话 弄得面露蓝色的田玉霞, 我的脸上毫不掩饰自己的冷漠与嘲笑。 对他们无情道, 不用再给自己找借口了, 丢掉的东西捡不回去, 丢掉的人也没有找回来的道理。 你们今天来这里, 无非是听说我现在事业有成, 在大城市有车有房, 又在县里给我爸妈买了别墅, 想要不劳而获, 坐享其成罢了。 你这孩子,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 你的亲生父母一直没有作声的。 王玉强疼得一下站起身来, 指着我的鼻子怒问道, 我们都已经知道错了, 现在不是有机会找到你, 想把你人回来吗? 我们是没有养过你, 可好歹也是十月怀胎, 辛辛苦苦把你生下来的亲生父母, 你这丫头简直好没良心。 他将亲生父母这两个字咬得极重, 毕竟他们也明白我和他们之间的联系, 也就这点微不足道的血缘关系罢了。 我站起身, 毫不畏惧地对上面前的王玉强, 我的亲生父亲一字一顿道, 我这人做事干脆利落, 有些话我现在就在这里跟你们说明白, 我刘依依这辈子只会有一个爸妈, 是他们把我养到现在, 我不在乎他们和我有没有血缘关系, 也说明不了什么, 有些人生而不养才是最可恶。 所以现在请你们马上离开, 不我家, 不然的话, 我就报警告你们, 私闯民宅。 说着, 我掏出手机, 当着他们的面, 按下了110, 三人没见过什么世面, 当即狠狠瞪了我一眼后便灰溜溜地赶紧离开, 走的时候还给我留下了一句, 你别后悔, 笑话, 赶走两个人渣, 我有什么好后悔的, 我没有告他们一气, 便已经是很仁至意尽了, 是他们自己捂到了我的面前, 要后悔也是他们后悔。 赶走两人后, 我叹了口气, 又重新坐回沙发上, 握住了养父母的手。 养父母的手很粗糙, 是常年农耕做粗活留下的老姐。 她的双眼有些湿润, 拍了拍我的手, 随后哽咽道, 乖啊, 如今这个样子, 我和你爸已经很知足了。 我和你爸打从把你从医院里捡回来的那一天开始, 就已经把你当作我俩的亲闺女了。 我和你爸我俩也不指望你有多大的事业, 能多有出息, 能赚多少钱, 只要你能安安稳稳地健健康康地过完这辈子, 我们俩也就知足了。 我看着我妈那张苍老的脸, 眼泪顺着眼角缓缓滑落, 我顿时鼻头一酸, 伸手抱住了她。 早些年我大学毕业, 进入公司工作。 为了尽快适应大城市的社会环境和高压生活, 我几乎每天都在加班, 早出晚归, 通宵做表格写方案。 最终没撑不住, 大病一场, 还直接丢了工作。 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没人照顾, 医院便打了家里的电话。 我爸妈赶到的时候, 我正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 醒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我爸妈泪流不止的两张脸。 同样的话, 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同我说过, 他们知道我拼死拼活, 想要在大城市站稳脚跟的原因是为了什么。 不仅是为我自己拼出一份前程, 也是为了能够让吃了大半辈子苦的他们能够过上更好的日子, 能让他们不用再冒着烈日炎炎的独日去种地。 因为中暑昏倒在田里, 不用去县里的工地, 冒着施工的危险, 减废铁还钱, 不用在寒冬还将手浸在冰凉刺骨的冷水之中, 洗衣服, 也不用为了省那一两块的路费, 徒步走上十多公里路, 也不舍得坐大巴回家。 没事的, 你们把我养到这么大, 吃的苦难道比我吃的苦还少吗? 爸妈, 我不怕苦, 跟你们受的那些苦比起来, 我吃的这些苦那都叫幸福苦。 日子都已经过去了, 咱们一家三口以后的日子那都是好日子。 我抬手擦掉了他眼角的泪花, 对他露出了一个安心的笑。 我爸拍了拍我的手, 这个辛劳了半辈子的男人, 惯不会说话, 但总是一言不发地为我付出一切。 他以为我没能来得及, 看到他早就通红的双眼, 此刻扭过了头。 我笑了笑, 拦住了我爸宽厚的肩膀, 吸了吸鼻子, 对两人说道, 等过段时间, 公司里的事忙完了, 我就把你们接到我那边去玩一圈, 然后咱们再一起照一张全家福挂在家里。 我兴致勃勃地对两人说着我的打算, 两人也很快擦掉了眼泪, 笑着应声说好。 只是这个时候的我, 丝毫没有意识到, 我的这个美好的计划, 短时间内恐怕真没有办法实现。 在把爸妈在县里安顿好之后, 我便回了壁市。 为了早日完成工作, 拿到假期把爸妈接到壁市来玩, 这一个月, 我卯卯协足了功夫。 只是, 就在我完成手头工作的第二天, 我却忽然接到了小姑的电话 电话那头 她焦急地告诉我 我妈昏倒 被送到了医院 我听见这话 顿时皱紧了眉头 立刻着急地询问她我妈的身体情况 还有住院的原因 可她却并没有直说 只是一个劲地叹气 说事情可能有些复杂 并让我赶紧请假回家 我的心中顿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索性手头的重要工作已经做完 便立刻向公司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急匆匆赶回老家县医院 赶到医院的时候 我妈正躺在床上昏迷着 我爸的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 看起来已经许久没有睡过好觉了 小姑是我爸的亲妹妹 年轻的时候嫁给了村里的一个裁缝 从我记事起 他们夫妇二人便对我十分亲善 也帮衬了我家不少 得知我考上大学时 两人更是拿出了为数不多的积蓄 想要帮我爸妈分担我的大学学费 我爸妈不肯要 想要将钱还给他们时 小姑却对着他们发了脾气 一把将钱塞到了我的手里 插腰道 这有啥的 咱们老刘家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 又是那么好的大学 我这个做姑姑的不得添点心意 小姑的儿子 也就是我的堂哥 也会在我不在家的时候 帮着我照顾爸妈 他们一家三口 帮了我们许多 我前脚刚进病房 后脚小姑便端着一盆热水走了进来 她看起来也有些憔悴 想必这几天应该一直在医院帮着我爸照顾我妈 见我回来 她像是松了一口气一般 和我一起把我爸劝着躺在一旁的空床上休息过后 才把我拉到病房外的走廊上 对我讲起了我妈住院的原因 几天前 原本已经被表哥接近城里居住的小姑一家 被我爸妈邀请到新房里来做客 可谁知刚进门没多久 便听见有一群人在外面吵吵嚷嚷 我爸妈在乡下老家住习惯了 一向没有关院子门的习惯 见院子门没锁 那群人便直接闯了进来 为首的几人就是田玉霞夫妇 我的亲爸亲妈 他们领着宝贝子王成龙 还有平日里关系好的一些亲戚朋友 闯进了我家 一进门便对着我爸妈破口大骂 说他们两人不要脸 自己生不出孩子 他们好心送给我爸妈 白养了那么多年 半点不知道感恩 还蛊惑我不让我回去认祖归宗 说他们就是想要独吞这套房子 还说他们根本不配 他们那小儿子看起来二十多岁 刚出头 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 带着人便往房子里冲 那是我王成龙的亲姐 是我们王家的种 她的房子就是我们家的 你俩老不死的 别想着沾边 赶紧给我滚出去 说完 他毫不客气地带着人冲进了房子 一副想要揪占雀巢的模样 赖在房子里不肯走 我爸当即便想要上去拦 却被他直接推开 一下子跌坐在地上 我妈这人老老实实地半辈子 又应该被眼前这无赖的一幕气急了 顿时连还嘴的话也不会说 只是被气得浑身哆嗦 见他不还嘴 田玉霞更是长了气焰 指着他的鼻子骂得更是难听 村里的人骂起人来没有分寸 有些脏话根本不能入耳 我妈说不过他 当即便被气得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我小姑他们当时虽气愤 可见我妈昏倒 当时也顾不上许多 连忙打电话叫了救护车 将我妈送到了医院 你是不知道 那个女人当时那副嘴脸 我都恨不得冲上去 把她那张嘴给她撕烂 一口一个他们老王家的闺女 这十几年 他们有养过你吗 有找过你吗 有问过你一句吗 看你在大城市挣钱了 有钱买房了 才想起来你这个闺女了 可真是恶心她妈给恶心开门 恶心到家了 活了那么多年了 我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一家子 小姑编同我说着 即便是过去了这么多天 讲起这事 她依旧被气得浑身颤抖 而我此刻也没比她好到哪去 我算是看明白了 感情他们就是等着我不在家的时候 好带着人上门偷袭 我被气得双目通红 咬紧了牙齿 握紧拳头 浑身不停地颤抖 我不是没有想过他们会死缠烂打 不依不饶地继续上门闹 只是我以为他们会冲着我来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居然会冲着我爸妈去 更是恬不知耻地将我妈弃进了医院 这一家人到底是怎么有脸做出来的这种事 他们的良心是都被狗吃了吗 我拼命压抑着自己此刻的怒气 拜托小姑照顾好我妈 随后怒气腾腾地回到了小洋房 小洋房的院子铁门大开着 一进门便看见原本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小洋房 此刻竟是一片乌烟瘴气 啤酒瓶子和烟头随意乱扔 在地上散了满地 一楼的大客厅里 一个二十出头 流里流气 看起来遍不正经的男人 正抽着烟 毫不客气地坐在沙发上 和身边的好哥们一起打扑克 见我忽然闯了进来 他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顿时眉头一皱 美好气道 你谁呀 谁让你进我家的 我没有说话 倒不如说我已经猜到 眼前这个吊儿郎当的混蛋是谁了 于是我走了过去 照着他的脸 毫不犹豫便是一巴掌 你家这他妈是我家王成龙 显然被我这一巴掌给打猛了 反应过来之后 气得将手中的扑克甩到了地上 指着我的鼻子大骂道 妈的 你谁呀 敢打老子 你不想活了对吧 他凶神恶煞地看着我 连带着身边的那些个兄弟也看着我 目光不善 一言不合 似乎就要对我动手 可在大城市里混了这么多年 我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识过 顺手抄起了地上的一个啤酒瓶 猛地往桌子上一砸 刹那间 啤酒瓶四分五裂 我用那仅剩的最锋利的地方横着脸 目光冰冷地扫了一圈刚才还气焰嚣张的几个家伙 吓得他们顿时不敢说话 我这人做事不计什么后果 你们要想玩 我陪你们玩 要是不敢 就给我赶紧从这个家里滚出去 有多远滚多远 不怪他们害怕 毕竟我这人打小发起脾气来 便比别人多了一股不要命的冲净 此刻那几人似乎被我吓傻了 片刻也不敢停留 马不停蹄地便从房子里跑了出去 只留下了我面前的王成龙 咽了咽口水 看着我手中只剩下一半的啤酒瓶 顿时换上了一副笑脸 原来是大姐 我还以为是哪个私闯民宅的小偷呢 都是自家人 用得着发这么大的火吗 仔细看起来 那张脸似乎同我有着五分相似 她同我陪笑 可是我就觉得那个表情无比地恶心 谁是你姐 我皱了皱眉头 用手中的啤酒瓶毫不客气 她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是吗 该赶紧给我滚出去 此刻我的怒气已经到达了顶峰 可偏偏这个时候 田玉霞夫妇从外面赶了回来 见我用啤酒瓶子指着他们的宝贝儿子 田玉霞顿时被吓坏了 也不顾先前还在我面前上演的母女情深的戏码 立刻上来用力推开了我 一把将王成龙抱进了怀里 在确认王成龙并没有被我伤到后 他开始用自己尖锐的嗓音对着我怒斥起来 你这个没良心的死丫头 还名牌大学毕业 企业高管呢 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他可是你亲弟弟 你怎么能够这样对他呢 我什么时候承认过他是我亲弟弟 我看着他痴笑一声 继续道 趁着我不在 带着人闯进我家里 把我妈弃进医院 想要来一招揪却巢 你们这一手算盘 打得可真是妙啊 田玉霞应该觉得自己 这一手算盘 一定打得贼妙 想着 只要他们耍无赖 站着这房子 我们一家三口便会拿他们无可奈何 可偏偏 我这人最不怕的便是人家和我耍无赖 似乎被我戳穿了心思 田玉霞的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 他硬着头皮磕巴道 你这孩子 说什么呢 你可是我们老王家的女儿 是十月怀胎 从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这房子本来就应该是我们家的 怎么能叫做纠战雀巢呢 就是你身上流着我们老王家的血 你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东西 我住我自己家 赶走的是外人 你有什么资格把我们赶出去 他们一家三口 你一言我一语 滋滋强调着 我是他们老王家的种 各种指责我的不懂事 看着他们三个人 左一句右一句 想要霸占这房子的丑陋面孔 我笑了 你们说凭什么 就凭这房子的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爸妈的名字 这房子是我买给我爸我妈的 我爸叫刘洪安 我妈叫李秀丽 这房子的房产证上写的是这两名跟你们半毛钱关系也没有 我冷声制止住他们的妄想 凭着我是他们亲生的这句话 就想要霸占我买给我爸妈的房子 门也没有 他们竟然想闹 那我就奉陪到底 就是不知道我这不要命的性格 一旦闹起来 他们能不能承受得住 见这一招不管用 田玉霞熬了一嗓子 随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跟我耍起了无赖 老天爷 我真是命苦啊 我辛辛苦苦怀胎十月生下来的亲生丫头 不认我就算了 还想把我赶出去 你这是想逼死我跟你爸这把老骨头啊 他一把鼻涕一把泪 哭得好不凄惨 我双手还胸 冷眼看着他演得好不尽兴 随后掏出手机 打开了手机的最近通话记录 当着他们地面对着他们扬了扬道 我来的路上报了警 看时间警察应该快到了 你当然可以在这继续演 我没什么意见 也很乐意看到 毕竟一会儿警察带走的不是我 这话一出 三人明显一正 田玉霞更是立刻吓得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们怕不是忘了 现在可不是在乡下的村子里 县里管得可言 有警察讲法吗 县里有警察管的可言 似乎是想起了这一茬 三人害怕了 你这死丫头 你给我等着 看我不整死你 撂下这句话 三人后怕一般地赶紧溜了 只留下这满地的狼藉 和已经被气到虚脱的我这个新买的房子 算是住不下去了 我心中气愤憋屈 但扛不住他们趁着我不在的时候继续来闹 想到这里 我都恨不得把这辈子的脏话全部骂完 我找人把家里全部清理干净 为了防止他们偷偷配了钥匙 我又特地找锁架 把家里所有的锁全部换掉 做完一切之后 我回到了医院 我妈已经悠悠转醒 医院的大夫说 她是气急攻心 不要动气 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便会调养过来 我和小姑在医院商量过后 我决定先把爸妈接到闭市住一段时间 至于那边的房子 她会找人帮我盯着 一旦他们再来闹事 就是直接报警 将他们全部抓起来 于是在医院里调养几天过后 我给我妈办好了出院手续 将他们接到了闭市 准备趁着周末的时间 带着他们好好在这边周围散散心 我爸妈原先还害怕耽误我工作 说什么也不愿意跟我一起回 可后来耐不住我一直坚持 便索性同意了 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那群家伙的脸皮能够厚到如此地步 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的我的工作地址 竟带着人直接堵在了我的公司门口 那天我正在公司处理事务 在办公室里便听见了外面吵吵嚷嚷 没一会 身边的小助理便急匆匆地推开了我的办公室 面色慌张地让我赶快出去看看 我心中顿时一惊 眉头紧锁 放下手中的文件 便立刻走出办公室 一出办公室 便瞧见田玉霞和我亲爹两个人衣衫褂褛 身后的王成龙满脸颓废 身后竟然还跟着几个扛着摄像机的男人 不顾众人阻拦 闯进了公司 见到我 田玉霞原本灰蒙蒙的脸上顿时一亮 立刻换上了一副哭天喊地的神情 扑到了我的面前 对我哭道 乖女儿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和你爸呀 我和你爸当初不是故意丢掉你的 我们也很后悔 这么多年 找了你这么多年 就是想要把你认回去的 你不能因为看我和你爸穷 便不愿意认我们呢 田玉霞说得声泪俱下 那个摄像机就这样直直地对着我 我几乎是立刻便明白他们想要做什么 算他们聪明了 这一回想要在公司接着舆论让我丢脸 当面下不来台 一旦这件事情闹大 对我对公司一定会造成不小的影响 等到时候为了保住这份工作 我就只能救泼下驴 公开表示我原谅了他们 只要我承认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 那么他们便可以肆无忌惮地对我提出任何要求 早在前不久 他们将我妈闹进医院的时候 小姑父便托人帮我打听过田玉霞他们一家的情况 跟我猜想的一样 这些年 他们这个宝贝儿子几乎不学无术 靠着啃老 整天无所事事 两个人为自己的宝贝儿子看上了隔壁村的一个丫头 可那丫头家里挑得很 要求南方必须要在县里有车有房 才肯把丫头嫁出去 他们就是盯上了我给我爸妈买的这套三层楼小洋房 想要接着将我认回去 用我的钱给王成龙这个家伙买车买房 最好连同彩礼一起出了 我这个人可以容忍你适当地糊弄我 但是你把我当冤大头当傻子 那可不成 见我没有反应 王成龙抓准时机扑通一下 跪倒在我面前 前些天还趾高气扬的家伙 现在红着眼睛对我可怜道 姐 你不在家这十多年 不知道爸妈每天都在后悔当初把你弄丢这件事 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你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你能够回我们王家 认祖归宗 爸妈这些年为了找你 几乎花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我求求你 好歹别让他们失望 叫他们一生爸妈吧 王成龙说的声泪俱下 显然把一个孝顺儿子的形象演得那叫一个深入人心 就连周围围观的同事都免不了动容 看向我的目光里多了几分鄙视 我看着三人这刻意营造的不义形象 顿时没忍住笑出了声 先说清楚 这个弄丢和扔掉有很大的区别 还有你们口口声声说找了我很久 但是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们家应该就住在离我家不到十里的村子里 中间隔着一个村 找起人来 还能花个二十多年 我毫不客气地戳穿了王成龙的谎言 他的脸色顿时有些难看 当即想要解释些什么 可我却顿时冷脸 不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 我直接掠过了他 看向了他身后的摄影机 指着那镜头同扛着摄影机的男人说道 你是哪个公司的 那个电视台的 现在请你出示你的工作证明 还有相关证件 你们现在这种行为已经涉及违法了 那抗摄影机的男人显然不怕 扛着摄影机对着我逼了一步 随后大声道 这位小姐 我们现在是现场直播 还请你注意一下你的态度 我的态度 我的被这男人的一句话给气笑了 也不同他多废话 直接掏出手机对他道 我不管你们是不是直播 但是首先 你们在没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 擅自对我进行拍摄 这侵犯了我的肖像权 第二 你们在我上班期间 不同我有过任何沟通 擅自带人闯进我的公司 对我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影响 这侵犯了我的隐私权 我现在要求你出具你的工作证明 还有你单位领导的电话 这不是在跟你商量 公司里面有监控 可以证明今天发生的一切 我现在就要报警 警察局进行立案 同时我也要打电话投诉你们 电视台这种为了热度不经过任何调查 擅自曝光无辜受害者的无良行为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 关掉你的摄像机 像我 还有被你影响的公司员工 道歉 并且立刻马上离开这里 第二 我现在报警 并向法院起诉 你的领导 你的公司 我深正不怕影子邪 既然你们要闹 我就绝不会怕这些话不是威胁 因为不管他们如何选择 这件事我都必须要深究到底 既然他们想要闹大 那么我介意彻底将这件事情闹得彻底 我并不知道 此刻摄像机的另一边 网络上已经因为我 方才的那一番逻辑清晰的霸气话语 赢得无数网友陆平 并怒赞我的霸气 此刻扛摄像机的男人 慌了 他看了一眼 同样被证在原地的田玉霞三人 皱着眉头询问道 你们不是说已经沟通好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 田玉霞说不出话 脸上哪里还有半分方才哭天喊地的神情 我又转过头看着他 当着所有人的面 一字一顿道 你口口声声地说你们是我的血肉至亲 可是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冬天 是你们亲手把刚出生的 我丢到了县医院门口的垃圾堆里 要不是我现在 父母将我捡了回去 辛辛苦苦将我供到了现在 我恐怕早就死在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冬天了 现在听说了我有了好工作 给我爸妈买了房子 就想把我认回去 好让我把我爸妈住的房子给这个家伙结婚娶媳妇 你们打得什么算盘 真以为我不知道呢 还带人闯进我家 把我爸妈砌进医院 这笔账我还没跟你们算呢 提起被砌进医院的我妈 我的情绪格外地激动 我这辈子最不能够容忍的就是 有人影响伤害我的家人 可偏偏多么好笑 这个伤害了我家人的竟然是我的亲生父母 他们既然想要企图道德绑架我 那么我也不介意反过来道德绑架他们 你们想让我认你行 这些年 我爸妈养我费了不少钱 从出生开始到我大学毕业 我所花的他们的每一分钱 你们都一分不少地还给他们 如果可以 我跟你们回家认祖归宗 田玉霞的脸色显然不好 顿时也不装了 指着我的鼻子便破口大骂起来 你这不要脸的死丫头 简直连畜生都不如 我和你爸把你认回去 是看得起你 不然就你一个丫头骗子 你也想当我们老王家的闺女 你做梦 你还有脸找我们要钱 那对老不死的乐意替我们养孩子 那是他们自己贱 你身上流着我们老王家的血 你的钱那就是我们的 一个字都不能给别人占了 摄影机早就在方才停止了拍摄 田玉霞见男人罢拍 忽然转变了嘴脸 指着我的鼻子便怒骂了起来 可摄影机不拍 不代表公司里没有人在拍 此刻 办公室里许多同事已经偷偷举起手机 将他的那副嘴脸全部露了下来 我默默地记下了 那几个同事在心中同他们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办公室里原先还对我投来抵一目光的同事 此刻看向我的眼里只剩下同情 我转过头看着田玉霞 朝着他冷笑了一声 只对着他们三个道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 丢掉的东西找不回来 丢掉的人也不可能再捡回去 血缘关系证明不了什么 生而不养 只能证明你们的可恶和恶毒 说完我不再理会他们 直接让前台找保安 将他们几人拖走 而我则直接当即拨打了公司的法务电话 请他们介绍能帮我处理这类案件的好律师 有些账要好好算 有些东西也该结束了 这天的视频最终还是被有心的网友陆平发在了网上 舆论两极分化 有人指责我不应该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如此恶毒 也有人赞同我的做法 认为生而不养时数过分 而我也趁着这件事情在网上热度最高的时候 将手中田玉霞忽然变嘴脸的那段话传到了网上 并且亲自找人拍摄了一段讲述所有事情经过的视频 田玉霞他们大概想不到 早在那栋小洋房装修出 夫妻 我因为害怕两个老人在这么大的房子里居住不便 在家里许多地方都安装了高清摄像头 那天他们带人私闯民宅 并且将我爸推倒在地上 将我妈砌进医院的丑恶嘴脸都被我 露得一清二楚 我当初原本是打算在我妈出院后直接将视频当作证据提交到法院起诉他们 可是我爸妈心软 两个乡下的老人老实了一辈子 总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又看在对方是我亲生父母的份上 不愿意让我过多地计较 于是我便将这件事硬生生忍了下来 想着只要他们不再上门闹事 我便放过他们这一回 可谁知道 他们不但不知悔改 竟然还企图将这件事彻底闹大 毁掉我的前程 那就不要怪我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他们当初既然想要接着舆论的力量 逼迫我认栽 那么现在 我也同样借助舆论的力量 送他们进去吃牢饭 我证据详细的澄清视频出来之后 原本大部分指责我的评论忽然一边倒 原来是这样 很明显就是 看女儿有钱了 想要不劳而获 这对父母太可恶了 重男轻女弃养还不够 还想故意找人 想要逼人家就范 这一家三口可真是恶心 感谢现在网络的发达 现在就连农村也家家户户连通了网 听说田玉霞三人现在在村子里连门也不敢出 走在路上周围的村民也要朝他们吐上一口口水 不仅如此 原先给王成龙看好的那家闺女 也在这件事出来之后立刻反悔 就算有房子都不肯嫁 说什么有没有钱不重要 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人品 像王成龙这种狗都不嫁 小姑同我说这些事的时候简直笑得极为解气 好在现在我妈的身体已经好了 我就索性邀请小姑一家到闭市 陪着我爸妈一起到处逛逛 小姑答应得干脆 更重要的是 她说要跟着我一起出庭 一定要亲眼见证这群畜生被法律制裁 开庭那一天 我并没有让我爸妈陪同他们 到现在为止也并不知道网上的那些事情 而我也不愿让这些事情再影响到他们的心情 为了证明当初我的确是被我爸妈捡回家的 我特意请来了村里一些知情的老人作证 再加上那些充足的证据 法庭很快宣判我同田玉霞夫妇并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亲人关系 并判处田玉霞夫妇遗弃罪 非法入侵他人住宅罪 故意伤害罪 共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而王成龙犯罪情节较轻 则拘留十天 并处以住宅损坏赔偿五千元 判决结果下来之后 田玉霞几乎是当场昏了过去 可即使这般 他们也要为自己做错的事情付出代价 这件事总算是彻底告一段落 庭审结束后 我跟小姑回到了家里 爸妈已经做好了一大桌平日里我爱吃的菜 他们没有说话 只是看了我一眼 眼神之中充满了期盼以及担忧 也就是这一眼 才忽然让我意识到 原来他们都知道他们默不作声 表现出毫不担心 毫不知情的模样 可是实际上却一直默默关注着你的所有事情 很小的时候 在他们选择将我的真实身份告诉我的时候 我便知道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东西不能够用血缘去衡量 因为有些爱 即使没有血缘连接 也依旧在身边 毫不吝啬地将你包围 我擦了把脸上的眼泪 对着他们露出一笑 爸妈 我饿了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小家保卫站 我老公跪在我婆婆面前 让她同意 我们结婚 她却藏着户口本说 怀孕才让领证 怀上以后 又说要怀男孩 后来我忍无可忍 直接让龙凤胎落户在我名下 跟我姓老公更狠 直接跟她爸妈断绝了关系 我跟我老公沈渝自由恋爱 两年后相互见了家长 准备领证结婚 结果她回老家拿户口本 她妈直接把她堵在了家门外 不让我们进屋 她妈妈说我必须怀孕 才会同意 我们结婚 我和沈渝遇到这种事 都猛逼到不行 明明前天 才在电话里说好 今天过来拿户口本 怎么就变了挂 一问才知道 她爸妈昨听说村书记的儿子 也在深圳工作 三年前就娶了媳妇 两人不给家里传宗接代 说现在的年轻人 结婚不生小孩 只顾自己玩乐 一点也不负责任 但是我和沈渝是打算领完证在怀的 目前她在戒烟戒酒 我每天也在健身 就是为了备孕 她妈突然闹这么一出 整个把我们节奏打乱 沈渝怕我当场发火 捏着我的手安抚 并跟她妈妈承诺 我们领完证办完酒 很快就有计划 结果她妈妈不顾看热闹的邻居说 现在多少女的 因为频繁打胎 怀不上孩子 还说屋后头的某家儿子 娶了个不孕不育的 正闹离婚 她劝沈渝听她的 绝不会吃亏 免得以后怀不上家里鸡犬不宁 我当时都气笑了 您真当我是透明人呢 这么把我当生育机器编排 我正要发火 沈渝却跪在了她妈面前 妈 我跟李云领完证会生孩子 求你把户口本给我们吧 我看着沈渝挺直的背脊 心里的火气变成了酸楚 这个傻子 明知道可以去当地派出所开户口证明代替她 还是执着于家长的同意 不想闹翻她 想用示弱的方式让她妈心软 可低估了她妈的恶心程度 沈渝她妈妈还是那句话 既然都是要怀孩子 领挣钱怀也一样 我忍不住了 阿姨老规矩 都要先过礼下聘 结婚再洞房 我要是未婚先孕 别人该怎么看我 沈渝她妈计较我 都什么年代了 还讲那些臣府的规矩 你要真怀了 就是沈家的功臣 没人敢看不起你 沈渝表哥的媳妇 还是带着肚子过门的 在我们村肚子里没货半酒 那天都没面子 我猛然掖住 都说老一辈最讲规矩 合着我 还是那个迂腐古板不够开放的人 这时 隔壁看热闹的村民 忽然插嘴说了一句 沈子 你说的那几个双喜临门的 都是先领了证过了彩礼的 你家渝哥都说 有计划要怀了 你就松松口 别为难小两口了 沈渝妈恼火地瞪了那人一眼 你少管闲事 没看到抖音里说 深圳工作压力大 年轻人不生娃吗 我都无语了 要说沈渝他妈没文化 又知道大城市的夫妻 不愿意生娃 但是 说他懂什么吧 又这么固执己见 非要确定 我能生育 能给他们大沈家传宗接代 沈渝继续哀求 妈 你就相信我们一次吧 我们一直在备孕 领证了一定生孩子 现在高科技这么发达 没那么多不孕不育 沈渝他妈死活不松口 我觉得沈渝今天就是把脑袋搁下来 估计他妈都不会低头 我瞥向沈渝 我看我们俩没缘分 你还是在老家娶姑娘 让他们先给你生娃领证吧 说完 我转身走向我开过来的奔驰 沈渝赶紧起身拉住了我 鱼儿 你先别走 还有商量的余地 你妈都不顾你的脸面 直接把你堵门外了 你还觉得有余地 还是说你这个余地 是劝我先怀孕 我告诉你 沈渝让我凤子成婚 没门 你要是打这种主意 我看我们三观不合 就没必要凑合了 我拉开车门坐进去 启动引擎 并按下车窗 给你五秒思考 跟我走 还是留下 沈渝看我态度坚决 选择了副驾驶 而我看见 他妈从屋子里追出来 使劲地敲车窗 你个白眼狼 要媳妇不要娘 畜生不如的东西啊 白羊你这么大 我才不管 直接开车 喷了他一脸的尾气 我将车开到镇上 买完水回来 他还是那个姿势 躺在椅子里闭着眼 一言不发 我知道他为难 但我不能因为他为难 就放弃我的底线 这本就是他妈无理取闹 他作为中间人 更应该脑子清醒 我把水递给他 像个局外人一样 劝道 你现在放手还来得及 以你的条件 完全可以找到 愿意为你奉子成婚的女人 沈渝睁开眼瞪我 我踏马又不是为了传宗接代才结婚 我嘴角略过一丝不易察觉地笑 这男人还有救美 被他妈那几具白眼狼给绑架 如果他糊涂反过来劝我妥协 那么他就不是我看上的那个人 他知道我不会无证怀在 也知道这是我的尊严 不过我奇怪的是 这么一个恶心的妈 居然养出他这么优秀的儿 我没忍住问了 他脸色有些疲惫 教育改变命运 穷山恶水 也能出凤凰好吗 喝还能自嘲 不知道现在凤凰难是贬义词啊 沈渝抬手给我来了一记摸头沙 赶紧开车去派出所再等 都下班了 在派出所他出示身份证 办了张户口证明 我俩顺利去民政局领了证 他挺高兴的 还主动跟我合影 拍了张照片准备晒朋友圈 但是他把他家人亲戚全都屏蔽了 我顿时索然无谓隐婚 他委屈看向我 就当是善意的谎言吧 我不想把关系闹僵 惹他们生气 毕竟是爹妈也是 谁没爹妈呢 该善解人意的时候 我还是挺来世的 我朝他笑笑 那些瞒着 等怀上了 我们再来老家半次久 看在你的面子上满足他们一回 沈渝总算没那么痛苦了 他抱着我亲了又亲 谢了好几声的老婆 但是我没想到自己的善意 沈渝的孝心 一次又一次被他爸妈见他 他们干出来的事真是恶心到令人发指 大概两个月后 我成功怀孕 沈渝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妈妈 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婆婆迷之自信 在电话里夸耀 你给家里挣大脸了 他家再有钱 我也不稀罕 还得肚子 争气才行 沈渝原本不乐意听 可是婆婆嗓门大 我在两米外都听到了 我上前夺过沈渝的手机 沈渝急得以为我会开骂 我才没那么傻 他毕竟是长辈 是他妈妈 在他们没有彻底翻脸之前 我会控制好情绪 我祖助沈渝打开免提茶里茶器 问婆婆阿姨 我按你说的做了 我和沈渝什么时候能结婚半久啊 他半点也没提让我们扯正的事 只说要和他爸先看黄道吉日再谈其他 我又搬出我爸妈 说他们怕时间拖久了 我肚子大了不方便 得赶紧把彩礼准备好到深圳来和我们这头的亲戚一起吃个饭 婆婆说我们还在攒钱呢 你家是做珠宝生意的 肯定也看不上我们小门小户这点东西 呵 钱台词不就是我们家有钱 活该当大冤种的 我继续好言商量 没钱至少也得准备一下 钱也不多 十万零一 你们跟亲戚借一借 拿到我家来 等日子定了 我私下再还给沈渝 婆婆反问 有必要这么搞形式主义吗 我回他 我已经听你的 怀上了再半久 你们要脸面怎么也得给我爸妈一点脸面吧 婆婆依然坚持没钱还阴阳怪气 说结婚半久这事他们也不着急 我料到他会仗着我大肚子磕待我 只可惜沈渝已经跟我领了证 他们根本威胁不到我 我故意说这些 就是要让沈渝看着听着好 叫他早些扔掉幻想 脱离这样的原生家庭 沈渝心里自然不好受 他把手机拿过去 气呼呼地说 彩礼和三经我自己安排 你们也不用跑深圳了 赶紧挑个日子 我们好提前请假回去半久 随后他挂断电话安慰我说 他们待在村子里眼界有限 整天跟别人算计比较 生怕自己吃亏 让我犯不上跟他们置气 然而刚过两分钟 沈渝的爸爸又打电话了 问他哪来的钱出彩礼 沈渝让他爸别管 结果他妈抢过话在旁边质问 你不是说没存什么钱吗 或上次让你全款给你弟弟买车 你说手头紧 现在娶媳妇又有钱了 不提这茬一切还好 提了这个沈渝的耐心 也被逼得崩溃了 我给十万还少 都是一个爹妈生的 他赚钱就留着 我赚钱得养一大家子 你们能不能别这么偏心 他妈也在电话里吼他是弟弟 你这个做哥哥的当然要帮扶 年底他买房 首付你必须给他留着 不许拿去当彩礼 沈渝忍无可忍 眼睛都气红了 沈渝说 弟弟的首付一分钱都不会出 他妈在电话里又哭又闹 断定是我在挑拨离间 说我家条件那么好 还惦记他们家那点资产 真是不要脸 沈渝放弃在争论 挂断电话 拉黑了爸妈 我拉着他的袖子叹气 你别怪我提彩礼 我提那十万就是想把买车的钱要回来 至于说定期那天你给多少 随便一撕 我爸妈不看重这些 沈渝反握住我的手 不看重 不代表我就能怠慢你 云儿你放心 我都会准备好的 定期前一天 我爸妈问我礼数都齐全了没有 我得意地说沈渝要送十八万八千八百的彩礼 还怕我嫌弃 带三斤太俗气 额外给准备了一套 卡地亚的手势 没想到我爸妈骂了我一顿 说沈渝拿这么多钱出来 肯定有压力 彩礼让他准备一万八千八百卡地亚的手势 全部都去退掉 沈渝听后 眼睛里隐隐有些湿润 或许是心里有了对比 他承诺会照顾好我和宝宝 为我们遮风挡雨 一定谨记一个男人的责任 一切似乎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但我们都没料到 定亲这天 沈渝的父母会出现在我家门口 沈渝的妈妈看我戴着三斤 手里还提着一个红袋子 两只眼睛几乎要瞪出来 他骂沈渝 你个忘恩负义的兔崽子 定亲这么大的事 说不喊我们就不喊我们 你眼里还有爹妈妈 沈渝不想让亲戚看笑话 拉着他们说 有什么事等会再商量 沈渝他爸把手一甩 现在想起要商量了 你拉黑我和你妈的时候 怎么不说商量 定亲动瞒着我们 我看你是嫌 我们农村来的 没钱没地位 怕我们拦了你入赘的路 沈渝气节 我没那么想他妈 立马哭诉起来 你爸起早贪黑 给你攒彩礼 没想到你拿了钱就拉黑了 我们真是造孽呀 儿子嫌贫爱父 掏空了家底 反过头来 连亲爹亲妈都不认呀 我和沈渝震惊 没想到他妈妈为了彩礼 居然颠倒黑白 编出这样的话 周围的亲戚朋友 也都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广东这边的彩礼 才一万八千八百 如果连这点钱都拿不出 那这家底也太薄了点吧 我晃了晃手里的红袋子 阿姨 这真是沈渝压榨你们的血汗钱吗 沈渝他妈蒙点头 我说 那还给你们吧 你们在村里 干活攒钱也不容易 他妈妈二话不说 抢过去 然后一脸得意打开 在看到里面只有两达钱时 脸色瞬间变成了难看的猪肝色 为什么只有二万 我淡淡纠正 阿姨 是一万八千八哦 沈渝妈听我这么一说 愕然了半晌 他难难 不是十万吗 怎么变一万八千八了 说着就去拉着沈渝儿子钱呢 沈渝皱着眉 神色很是为难 沈渝妈见他不搭枪 丝毫不顾及我爸妈和亲戚都在 气得就往他胳膊上宁 又是打又是骂 好兔崽子 这还没娶媳妇呢 就防着爹妈 向着外人藏私房钱 要真让你们领证了 你就不管我们死活了是吧 我和你爸供你上大学 花了那么多钱 现在让你帮扶着点你地 你还拉黑我们 真是畜生不如啊 沈渝就这么受着 明明五官 兜腾得扭曲了 但还在忍 我真是佩服他 被自己爹妈这么践踏尊严 我都看不下去了 我撸起袖子 上前要把沈渝他妈给拉开 我妈知道我怀了孕 二话不说 冲在了我前头 谁料到沈渝妈骚操作那么多 干脆撒泼 往地上一坐 哭得不成人样 也就沈渝他爸 那老实人 相信他是受了委屈 说我们全家 都瞧不上他们农村来的 合着火欺负他们 还指责沈渝变了 变得跟城里人一样 又精明又冷血 沈渝拳头捏得青筋直帽 咆哮道 首付 我答应了 别再闹了行吗 沈渝他妈这句话倒是听懂了 立马就收了声 我忍不住一阵干呕 我妈以为我犯孕吐 我明明是被沈渝他妈给拯救了 我知道沈渝不想再当伏地魔了 可谁让我公公婆婆这么不要脸 从乡下跑到我家来闹呢 沈渝的弟弟初中毕业 在老家县城瞎混 我听沈渝说 前两年他让他弟到深圳这边厂里上班 他弟抱怨太累 他妈就埋怨他没安排轻松点的工作 沈渝安排他弟从实习生做起 他弟又嫌工资太低 后来沈渝只好把他弟送回去 给他三万开店创业 谁能想到这一给就给出了毛病 门面也租了 货也有了 但常常睡懒觉 店面时常不开门 生意不好 很快就坐不下去 他弟又磨他妈 想买辆车好去县城里跑滴滴 他妈当然是找沈渝要钱 沈渝受不了家人软磨硬泡 就给了十万 足够买一辆代步车 偏偏他弟看中了一辆十五万的 沈渝不想给 反倒在他爹妈眼里成了白眼狼 前一阵 八成是他弟又说要买房子 他爸妈当然不会放弃在大儿子身上吸血 对比起来 沈渝是真的很上进 做事也很有能力 他工作六年来也存了近百万 但是在深圳 百万哪里够 沈渝脱离穷乡僻壤 拼命想在深圳立足生根 但沈渝爸妈就觉得深圳只是一个打工的地方 农村的家才是真的家 赚了钱当然要补贴老家 弟弟永远是自家人 当然要帮扶 直到我的出现让他们产生了危机感吧 我家境殷实 深圳有房 沈渝如果跟我结婚 肯定不会再回老家 深圳生活压力这么大 沈渝补贴家里的钱肯定会减少 所以 他们想拿捏我 就使出不给户口本先怀孕的婚招 发现我怀孕了 又开始钻研省彩礼托婚礼 沈渝拉黑他们 干脆苟急跳墙来闹事 他们在倒逼沈渝拿钱 其实也是在倒逼我们家拿钱 沈渝要没钱了 我肯定会伸出援手 只能说算盘打得门清 很精明 但是他们不知道 从我和沈渝被他妈堵在门外起 我就看明白了一切 沈渝答应要给他递出首付 我把他扯进我房里 故意闹起了脾气 我们已经领证了 现在那是夫妻共同财产 你没经过我的同意 就说要出那笔钱 你把我放眼里了吗 你尊重我的想法了吗 沈渝很愧疚 给我揉肩说对不起 我根本不吃他这套 继续炮轰他 你们家说先怀孕 一领证 我就马不停蹄还上了 你们家想在老家办酒 我不嫌折腾 也同意了 你说要引婚 成全你善意的谎言 我到现在还没官宣 我爸妈还以为我们俩是凤子成婚 彩礼都没敢多要 沈渝 我处处都在退让 我爸妈也在退让 你不能看 我们为你做了这些 就得寸进尺 无脑答应你爸妈的要求啊 你什么时候能明白 你跟我还有孩子才是一家人 以后我们会有自己的生活 用钱的地方还会有很多 你不会真的指望我向我爸妈伸手 帮我们养家养孩子吧 沈渝一正 急忙摇头 当然不会 我冷吃试探 如果你真打这样的主意 我劝你早些摊牌 我爸妈本就想招你当上门女婿呢 神语苦笑 你看我像吃软饭的吗 那我问你 你除了首付 后续你弟要是房贷还不起 让补全款 你补不补呢 你先别说 不 我就假设你爸妈还像今天这样去公司闹事 骂你打你 让你半点面子都没有 你是不是还会妥协 沈渝脸上呈现出深渊一般的绝望 我叹了口气 相信我 他们问你要首付 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管你要钱 他们会一点点先榨干你 等没钱可榨了 再逼着你向我开口 谁让他们觉得我是你的底牌 到那一天 我们将不再平等 你卑躬屈膝 唯唯诺诺 你还会想继续这段婚姻吗 就像刚才你心里的歉疚一样 隔音一辈子 你命运这样吗 沈渝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我却明白 这些道理还不足以点醒他 我必须继续下猛药 让他彻底切割和原生家庭的关系 我趁着沈渝对我有所亏欠 成功把家庭财政大权掌握在我的手里 我跟沈渝说 为访以后他又心软给家人压榨大额支出 必须经过我同意 银行卡修改成我的手机卡号 超过两万现额就得发验证码 通过才能转账给别人 但是为了让他明白 我是就事论事 他的股市和基金账户 照样可以正常操作 我不会多加干涉 如果他爹妈再伸手要钱 他大可以推我出去当恶人 就说钱在我手里 他做不了主 沈渝觉得这是个办法 也就很配合地 把他银行卡的手机号改成了我的 做好这些之后 我们才走出去应付他爸妈 此时我爸妈去送亲戚朋友了 我给他们发信息 让他们晚些回 我和沈渝想先跟他爸妈聊清楚 我妈说干脆不结了 孩子我们自己养 这种家庭配不上我 我爸也在幸福一家人三人群里 说要不是因为亲戚们都在 他早让他们滚了 我安抚了几句苦笑看向沈渝 他其实也是受害者 我鼓励他好好解决自己家的事情 因为我不想等孩子出生了 还要面对这种鸡飞狗跳的事情 沈渝准备了一份协议 给他爸妈签出首付 以后再也不能问他要钱 他爸妈又把他骂了一顿 我就知道 对付无赖协议就是一张废纸 问文明对他们没有用 于是我说 如果他们不同意 我们就不回去办酒 他爸妈神色立马就变了 瞪着眼睛看我 像要将我生吞活泼 我笑了笑 不回去 半久就收不到礼金 他爸妈把钱看这么重 从他们口袋掏钱 肯定像弯他们的肉 果不其然 他爸暴跳如雷 我们家五年多没办大事了 这婚礼必须回老家办 叔叔 我们答应了弟弟的首付 回去半久的结婚礼金 也都给你们 说实话 已经够大方了 我们以后要过日子 孩子出生要用钱 你们总不能老让沈渝养 你们一家人吧 沈渝他妈叫嚣起来 什么你们一家人 我们一家人 你们还没领证 沈渝还没分家 当然有义务养家 我诧异 原来不让我们领证 还有这么一个缘由在 这根本不是同意 不同意结婚的问题 而是想用 没结婚不分家的名义 拴着沈渝吸血 我气得推了推沈渝 你妈说没分家 你看怎么办 沈渝脸色铁青 那就加上分家条款 除了奶奶的土砖房 家里的地和房子 我都给弟弟 以后就各过各的 他爸妈又开始骂他是畜生 娶了媳妇忘了娘 沈渝忍无可忍 喝道 娶媳妇忘娘的是你们 你们当初对奶奶 给过一分一毫吗 我跟着奶奶长大 你们除了付学费 我的生活费 全是奶奶掏的 他快病死的时候 你们还问他 有没有藏老本 你以为我都不知道吗 沈渝爸妈瞬间哑声 我知道沈渝跟他奶奶亲 但没想到他爸妈居然连生活费都不给 那还用什么养育之情威胁沈渝 真是离谱 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关键沈渝还忍这么久 他这么斯文 哪里干得过流氓地体啊 我恨不得现在就让他和他爸妈断绝关系 但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由我提出来 双方火力源头就变成了我 这必须得让沈渝自己心里加深这个念头 我暗地里帮忙下点猛药 也就是必要的了 最后沈渝说再逼他 他干脆死了算了 沈渝爸妈怕人才两空 才不情不愿签下了协议 等到回老家半久那天 我们当工具人走过场 沈渝爸妈在一众邻里街坊面前 风光无限 夸他妈妈有福气 大儿子娶富二代 女儿还是肚子 有祸过门的他妈妈 又开始炫耀自己两个儿子有依靠 就盼着我肚子也能为他们沈家 生个大胖小子 那重男轻女的胃真的太下头了 一起去各桌敬酒的时候 他家亲戚朋友住早生贵子 我摸着肚子故意说 我还挺喜欢闺女的 我朋友是医生 说我这胎很可能是女儿呢 我婆婆听了敬酒都不带笑了 等大伙在吃席的时候 他们夫妻俩就迫不及待拉着沈渝问我 肚子里是不是女孩 他回对他父母 不管男女都是他的孩子 都什么年代了 还新传宗接代那一套 他爸威胁说必须生男孩 才会给户口本 以后百年才有人祭祖上香 我就等着他们作妖 这不就来了 我冲过去说我这胎就是女儿 你们不会想让我现在去打胎吧 他妈妈说那可以生二胎 二胎是个男孩也可以 我计较 万一二胎也是女孩呢 国家鼓励三胎呀 如果三胎都是女儿 那肯定就是你肚子不争气了 我瞟向沈渝 孩子性别是男方基因决定的 你妈说我不争气 呵呵 沈渝赶紧让他妈妈别瞎说了 女儿也好 儿子也罢 孩子就生一个 沈渝妈就威胁 那干脆别领证 让孩子成黑户吧 沈渝问什么意思 我咬牙切齿解释 没有结婚证 孩子就办不了准生证 没准生证就没有出生证明 户口也难办 你爸妈恐怕早就想这么威胁我了吧 沈渝他妈端着下巴很得意的样子 我觉得时候到了 抬手就把桌上的瓜果碗碟 全都掀翻在地 屋里动静顿时吸引不少人围在了门口 我看着大家围过来 瞪着沈渝大声怒道 你爸妈问你要几十万 我同意了 他们要赚礼金折腾我回老家办婚礼 我也忍了 临到头还嫌弃我怀女孩 拿户口本威胁我 我他妈真是受够了 很快我爸妈听到我的叫嚷 忙从人群里挤了过来 我妈问我怎么回事 婆婆说 没事没事 想堵我嘴 我偏要讲得委屈又大声 谁还不知道在旁人面前揭短撒泼 何况我有凭有据 每一件事是添油加醋的 沈渝苦着脸 低声劝我 已经结婚了 他们威胁了也没用 我一把甩开他的手 如果当初我们没领证 你就眼看着你爸妈把我当生育机器是不是 沈渝沉默了 他一个高等知识分子又怎么会不知道他爸妈的德行 他老是让我别计较 别听别在意 但是我恶心 我憋屈 被狗咬了还疼 我哭得越发伤心 坐视还捂着肚子 假装难受不舒服 沈渝害怕我动了胎气 我爸抬脚就把他踹开了来 我饿了一瞬 老爸 咱都说好了的 你倒是下脚轻点 我爸却入戏极深 撸起袖子 开始大骂沈渝爸妈不要脸 还想吃绝户 还骂他们不识好歹 坐天坐地 儿子儿媳要被他们做没了 那驾驶跟他在董事会上骂人一模一样 可骂着骂着 他垂眸看向沈渝 眼角却含了一层热泪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做父亲的就想他嫁一个人品好 有上进心 有责任心的男人 农村出身 家境不好 我都不介意 我自己也是农村混出去的 从没有说看不起你 但是沈渝 你爸妈这么遭见他 你一个大男人 一个劲只让他忍 说实话 我真的很不放心 把他交给你 这是我爸爸的肺腑之言 我听了之后 真觉得又愧又悔 他们纵容我闹婚礼 愿意配合我演戏 而我害得他们看我受委屈 在人前抹眼泪 我真不该这么任性 沈渝和他爸妈的事 就应该他自己解决 公公婆婆对我的恶意 也应该是他来袒护我 一瞬间 我停了眼泪 变得无比镇定 我冷冷看着他 你爸妈公开讨论我的肚子 是把我当母猪 还是母狗呢 沈渝 你就这么看着听着 劝我忍着 别计较 我看我们赶紧去离婚吧 等女儿出生 就跟我姓 我来养 至于你 听你爸妈的话 找个老家的姑娘 拼命给你生儿子多好 沈渝眼睛可见地 闪过一丝慌乱 我不等他开口 起身要离开 爸妈 我们走吧 这婚没意思 不结了 沈渝要来拉我 他妈却抓着他 奸生质问 你们要离婚 你们领证了吗 你个畜生 你偷偷背着 我们去领证 沈渝终于失了耐心 推开他 妈妈 你们有完没完呢 我好好的婚事 被你们搞成这样 你们满意了吗 沈渝妈妈 做事跌在地上 又开始哀悠 控诉儿子不孝 沈渝的弟弟 沈武剑士冲过来 推搡我 嘴里边 咒骂我扫把心进门 我爸妈反应 没那么快 而我重心不稳 要跌倒身后 一双手 稳稳扶住了我的腰 然后就感受到 一阵风潮神武 狠狠杂趣 沈渝直接将他弟弟 干趴在地 一拳又一拳 沈渝爸妈 怎么拉架 沈渝怎么都不肯停手 原本温顺的迷路 却像极了暴怒的野兽 那是积攒了多年的嫉妒和愤怒 凭什么流着一样的血 他却要承受父母无尽的贪婪和恶意 他靠自己拼搏的人生和婚姻 也被搅得一团糟 任谁憋屈了这么久 都会崩溃发疯吧 最后 沈家几位亲戚合力 才把沈渝和沈武拉扯开 两兄弟都鼻青脸肿挂了彩 沈渝妈哄着小儿子 沈武还恶毒地指桑骂怀 说中了扫把星的血 沈渝眼神却分外恐怖 你再说一句 我能打死你 沈渝爸妈都吓到了 估计她也没想到 一向温和千功的儿子 会露出这么凶狠的一面 一直喜欢耍赖的婆婆 甚至来劝沈渝别跟弟弟计较 沈渝冷哼了声 我就是什么都不计较 才让你们得寸进尺 接着她又说 房子的首付我会付 但是钱必须由我 打到开发商的工账产权 写我和鱼儿的名字 沈武顿时炸了 写你们的名字 那还能是我的房子 你有居住权 我会跟你签一张协议 沈武咬牙 你意思让我一辈子 租你们的房子 沈渝没答话 他爸妈就急了 缠着沈渝要他说清楚 沈渝一记冷力目光杀了回去 沈渝说 这已经是我最后的仁慈 你们要是在逼我 我一个字都不会出 婆婆又是哭天喊地的老招数 但这一回 沈渝已经无动于衷 他收回凶狠的目光 转而看向我 目光随即恢复沉静温和 我们一起走 回深圳去 我们自己好好过日子 我爸有些疑忆 张嘴要拒绝 我妈扯了他几下 说让我自己决定 我看他好像真的下定了决心 也就点了点头 我们回深圳后 沈渝变换了手机号 他又把好几年前 在郊区买的一套小户型变卖掉 凑了首付 置换了一套不错的二手房 作为我们一家三口的落脚地 我爸看他把婚前资产 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 心头的怨气 才缓和了不少 我们过了一段清静日子 接近中后期 孕简医生叮嘱沈渝 千万不要让我做重活 怀双胎比单胎风险更大 也更辛苦 沈渝惊了 双胎没搞错吧 医生白了他一眼 你是有多不关心自己老婆 前妻NT照片不是有吗 沈渝又惊又疑 让我把资料都给他看看 我有些慌张 到底要不要告诉他肚子里是龙凤胎 毕竟在婚礼上 我说自己怀的闺女在他看NT照上的婴儿雏形时 我越发心虚 结果沈渝洗上眉梢 大声笑起来 我们有两位小公主了 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我如孽 想说真相 但她激动的样子感染了我 想了想就装作不知道吧 毕竟妊娠期看性别原本就是国家不允许的 再说了 我朋友私底下也偷偷告诉过我 彩超没有百分之一百准确 万一真是两个小公主 沈渝这么喜欢女儿 我害怕真生了龙凤胎她偏心女儿 于是我自欺欺人跟沈渝去买袋产包 孩子的衣物 沈渝全部选得双份全粉 我生孩子那天 助产室告诉沈渝 我生了一儿一女 沈渝脸色又惊了 她又问助产室是不是搞错了 助产室表情异常严肃 先生 这话可不能乱说 你们订的VIP孩子都还没爆出去呢 沈渝确认了一下 看向了我 我又累又困 只能搭拉着眼皮 哑着嗓子用唇语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撒了黄也对不起 利用他妈重男轻女的弱点 挑起了矛盾 沈渝却蹲下来 摸着我的头说 老婆辛苦了 眼睛里隐隐泛泪 也不知道是安抚我生孩子辛苦呢 还是辛苦我 耍了一百零八个新颜子 让他与原生家庭有了分割的决心 后来在办理出生证明时需要跟俩孩子取名字 我俩先前商量的都是两女孩名 一个叫心悦 一个叫心怡 这下好了 得临时想 沈渝说男孩就叫黎心悦吧 重获新生 悦然欢喜 我愣了愣 再次问他 孩子都跟我姓 你真的想好了吗 沈渝苦笑 我有时候宁愿自己不姓 沈出院之后 我住回了娘家 别墅宽敞 还有我爸妈和月嫂帮衬 我和沈渝都轻松很多 休息好了 也就恢复得快 在出月子的时候 无意中刷抖音刷到烧烤 我哈拉子都缠出来了 我实在憋不住了 大下午就央着沈渝去外面 请我吃大排的 没想到吃一半的时候 我妈突然打电话过来说 心仪不见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 瞬间空白 沈渝也急 但说话还算利索 问报警 问监控 问孩子怎么丢的 我妈又哭又急 语无伦次 沈渝只能安慰她 别急 我们马上去所在辖区的派出所 请求帮助 中途都不知道怎么到的目的地 我爸妈和月嫂都已经在了 月嫂推着旁边的双子婴儿车 我一个箭步冲过去 梦想躺着两个 但实际上里面只剩下了儿子心悦 那一瞬间我就崩溃了 如果我不嚷着要吃大排档 是不是就多两个人盯着孩子 是不是女儿就不会丢了 我抬手甩了自己两巴掌 沈渝将我一把抱在怀里 她拍着我的背让我镇定 时间越短 孩子越好找 越晚越渺茫 我不停地深呼吸 才能让自己发抖的身体冷静下来 经过警察侦查 发现有两个可疑的人 最近经常在我家别墅小区门口转悠 今天我妈和月嫂带孩子上公园 显示器看见他们也跟在后头 然后沈渝发现那两人居然是她爸妈 很快警察根据这条线索找到了我公公婆婆和孩子 在他们来警局的路上 派出所里两位值班警员问我待会儿接不接受调解 我气地表示 不管他们是谁 他们偷孩子就是犯罪 应该跟人贩子一样重罚 我必须要追究他们俩的法律责任 警员犹豫看向沈渝 这两位是你爸妈 你要不跟你夫人再商量下 沈渝想了想 绝望摆手 按我老婆说的做 就当给他们一个教训 旁边有听热闹的 看向沈渝的眼神有些变了 听老婆的话 把亲生父母送去坐牢 不管怎么都觉得有些离谱 但他们不知道 我们这么做实在是忍无可忍 警察们将公婆带来了 随之传来的还有我女儿的哭声 我冲过去抱紧女儿 心仪发现她衣衫不整 尿不湿都被扯坏了 显然被公婆们动过手脚 我怒急咆哮 你们对她做了什么 沈渝和我爸妈都惊得冲过来 查看心仪状况 女儿小屁屁上 居然有一个红彤彤的巴掌印 沈渝也跟着怒了 你们打她了 沈渝她爸看到这阵仗 瞬间耸到了她妈身后 沈渝她妈吼回去 打都打了 你还想怎么样呢 居然是个女娃 看着就来气 我们顿时明白了什么 当初沈渝以为我怀了两个女儿 买的衣服都是女款 新月和新仪都穿一样 沈渝爸妈其实想抱走新月 结果抱走了新仪 等发现是个女孩后 气急败坏就打了我女儿一巴掌 我心里那个憋屈 我默默将孩子递给我妈 交代月嫂去准备奶粉 紧接着极度冷静的我伸手一巴掌 重重甩到了我婆婆脸上 婆婆往后亮呛了两步 神色十分震撼 我愤恨涅齿 打我女儿的还给您 婆婆气得要抓我的脸 却被沈渝拦住 将她往后一推 你们闹够了 婆婆不可置信地盯着沈渝 你呢 你了半天才发现自己儿子 不可能再维护她一分一毫 她干脆在派出所大哭大闹 我打人了 让警察把我抓起来 我冷冷地说 该被抓起来的是你们才对 然后我告诉派出所 希望他们能够根据我的情况予以立案 警察说 立案之后不能随意撤案 而且按照拐卖罪刑期肯定很重 老实人公公终于怕了 我们没有拐卖 这是我们自己的孙女 我们带走培养感情 怎么是拐卖 我冷笑 你们下手打她的时候有想过他们是你们的孙女吗 我记得你们当初拿着户口本威胁我 说还想让她变黑户吧 公公如孽 我没有这么想过 我一直认孩子的 这都是贵芬的主意 对 她的主意 孩子也是她让我抱走的 巴掌也是她打的 婆婆听言两只眼镜都瞪直了 好半天她才指着公共控诉 都是你自己害怕鱼哥不给你养老 说什么把孙子带到乡下养鱼 哥就会掏钱 现在反倒来怪我 沈建平 你有没有良心 原来又是为了钱 我看到沈鱼眼里的光一点一点湮灭 变成了死一般的灰色 我以为你们对我至少还有点感情的 哪怕你们说是想看看孩子也好 我有时候想 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呢 有时候又想 幸好你们只生了我 没养我 不然我要变成什么鬼样子 沈鱼他爸脸上略过一丝歉疚 鱼哥 你也知道 你弟弟没出息 我们也没本事 就只有你能依靠了呀 我们也是没办法 你们有两个孩子 平时又要上班 肯定很辛苦 我们愿意帮你们带一个 不是更好吗 我爸妈早就忍不住了 我妈讥讽亲家 你当我们都死了吗 不管几个 我们都愿意带 不用你们插手 我爸终极绝杀 现在孩子都姓李 你们就别惦记了吧 沈鱼他爸惊恐孩子姓李 我爸礼貌性笑笑没说话 所有答案都在不言中 沈鱼爸妈这会子 又变成了一家人 开始讨伐沈鱼 白眼狼 娶了媳妇忘了爹妈 连孩子姓儿都改了 沈鱼浑身萦绕着 浓重的疲惫气息 他懒于应付封了事的爸妈 而是朝我头来哀伤的眼神 他呢喃着袁儿带我回家 那仿佛是在向我求救 又仿佛是在以另外一种形式 跟亲生父母诀别 后来经过派出所立案侦查 沈鱼爸妈 未经过监护人同意 擅自抱走儿童 有拐卖之嫌 但因系儿童爷爷奶奶 又拐卖未遂 情节较轻 判处一年半有期徒刑 虽说时间不是很长 但对六十来岁花甲老人来说 一年半就是天大的惩戒了 然后沈鱼删掉了他弟弟沈武的微信 我才得知我生完孩子那天 沈鱼晒朋友圈 沈武还给他点了赞 当时他还抱着一丝气妄想 家人还是祝福他的 所以沈武来找他为婚礼上的事道歉 他就心软 聊了几句近况 却没想到成了爸妈来到深圳抱孩子的根源 经历这些时候 我们的家终于恢复安宁了 与原生家庭彻底断绝关系 需要很大的勇气 圣鱼说他很感谢我给他的能量 很多女孩子看到他这样的凤凰男 早下跑了 但我这样坚持让他看到了重生的希望 从此以后 他的勇气将用来守护我们的家庭 当然我也有私心 孩子必须是我离家的 我就从未想过 我生的娃会惯以旁人的性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王欣31岁 有一个不到一岁的儿子 妻子原来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 怀孕后辞职了 如今就在家自己接单 又能照顾孩子 一家人生活简单又幸福 快过年了 王欣去银行取了三十万 回家后对妻子何宇说 小宇 我要去舅舅家 你去不去 何宇 幸亏是舅舅帮助你 不然也不会有现在的好日子 我和你一起去吧 你等我一下 我给杨阳收拾一下 一家人到了舅舅家 舅妈正在做饭 看他们来了 赶紧说再做几个菜 何宇让王欣带着杨阳 自己去给舅妈帮忙 舅妈把他赶出来了 让他做餐桌 那给他拿了水果 舅妈 小宇你每天在家一个人带孩子 听说还在家接单赚钱 太累了 到舅妈家就好好休息 我很快就弄好了 小宇接受了舅妈的好意 有时候太客气 反而会拉远彼此的距离 他把孩子抱了过来 让王欣和舅舅方便说话 王欣把取的钱拿出来递给了舅舅 说 舅 这是我三年前借你的钱 今天才还给你 真是不好意思 舅 你数数 明天存了 放在家里不安全 舅舅拿过钱当面数清楚 结果他生气了 直接把三捆钱扔到了桌上 说 王欣 你什么意思 是不想认我这个舅舅了 舅妈听着不对 赶紧走过来说 都多大岁数的人了 还和孩子置气 你也好意思 舅妈到底怎么了 心子又怎么惹着你了 舅舅这个混账东西 把我当成放高利贷的了 当时借他二十七万 他现在给我三十万 你说说 你还把我当成亲人了吗 王欣苦笑了一声说 舅 你胡说什么呢 还高利贷 你知道高利贷借二十七万三年 要还多少吗 王欣看着舅 真诚地说 舅 这三万就是我一点心意 如果没有你 哪里有我的今天 你在我家最难的时候帮我 我真的特别感谢舅舅 说什么废话 我是你舅 舅是一家人 当年病的是我姐 我帮忙不是应该的吗 王欣就当这三万 是我孝敬你的 你就收下吧 舅妈把钱拿起来给了王欣 说欣子 这是就是你做的不对 听你舅的 赶紧拿回去 然后准备吃饭 王欣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何欣抱着孩子过来说 王欣听舅舅妈的要吃饭了 别惹就生气了 吃完饭回到家哄孩子睡觉后 何欣对王欣说 欣子舅舅和舅妈真是太好了 这样吧 明天我去趟金店 给舅妈买一对金手镯 过年的时候送给她 王欣 嗯 这样挺好的 舅妈这个岁数就喜欢金子 何欣 欣子 我再买两个小一点的给我妈和咱妈一人一个 到时候舅妈知道他们也有 也就不好意思不收了 王欣 小宇这样做好事好 可是我怕家里钱不够 毕竟过年还要其他花销 手里没点钱 心里不踏实 何欣 我知道 我这近一年接单的钱没提 我一会儿就都出来 应该能提四万多 够了 王欣笑了 说 我以为你也就是王王 挣了这么多 何欣 哼 我就知道你看不起我 我告诉你 网上找设计的很多 再说我还能画插画 搞网上店铺装修主页设计到我就是现在孩子小时间少 不然肯定比我上班正得多 王欣 那好 以后回家我看孩子 你做你的 我知道你不想放弃工作 如今有这个渠道 你加油吧 何欣 欣子 人生真的神奇 当年你能想到会有今天的好日子吗 王欣不由地惆怅了一下 四年前的事还历历在目 却已经过去四年多了 四年前 她二十八岁 在一家公司当一个设备管理员 工资每个月六千元 那时候她刚开始追和雨 两年前 她爸妈给她首付了一套房子 就等她结婚 可是突然妈妈生病了 晚上在家 看着手机突然就晕了过去 头还被磕了一下 等她被送到医院 竟然是脑溢血 很危险 她和爸爸吓坏了 求医生赶紧舅舅妈妈拍了片子 医生说脑内有大量出血 必须赶紧做手术 爸妈都是普通的工人 家里也没攒下什么钱 一辈子的积蓄就是四十万 给她付了首付 而她毕业后 前后换了几个工作 刚开始工资才四千 这几年也没存多少钱 真是太仇人了 那时候真是觉得太难了 虽然有医保 可是很多费用报销不了 而妈妈的病很凶险 一直住在ICU 爸爸 心子 你妈这个病 没钱肯定是不行 你说怎么办 王心想了想 除了那套房子 再没什么值钱的了 说 爸 我去把那套房子卖了 就当这两年的房贷白还了 爸爸沉重地点了点头 只能这样了 毕竟人最重要 他妈妈也才五十一岁 还很年轻啊 王心紧急卖掉了那套房子 才卖了三十九万 亏了好几万 但没有别的办法呀 舅舅知道后赶到了医院 知道他把房子卖了 气得想打他 说 你不知道找我吗 没个房子 你怎么结婚 你妈知道了也会自责 真不知道你们父子是怎么想的 一家人这种时候不找 打算什么时候找 可是房子已经卖了 说再多也没用 舅舅又给了十万 舅妈不工作 每天来医院 C门口守着看医生有什么要求 而她和爸爸都是晚上轮流守着 舅舅时不时地过来帮忙 两个表弟也晚上来替换 他们妈妈的病 差不多在医院三个月 期间手术都做了三次 让妈妈身体特别弱 家里人都很心疼 后来才知道 妈妈当时特别生气 是因为她一个朋友 在他们朋友圈里 说她没用 这么大的人了 没有结婚 没有对象 还在外面天天赌博 听说还犯法被抓走了 他妈听说后直接被气坏了 正好那两天 她血压高了 一下子就晕倒了 王欣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 为那些莫须有的事情 妈妈遭了这么多罪 而她还把房子卖了 可是妈妈当时也没有想到 她自己可能都没来得及 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过这次以后 妈妈遇到这种事情 应该能平心静气了吧 那段时间她太忙了 几乎很少联系河宇 毕竟他们开始不久 感情不是特别深 家里又遇到这种事情 房子也卖了 她觉得他们已经不可能了 妈妈出院后 王欣紧张地心放松了 人却变得颓废起来 人就是这么奇怪 没事的时候反而没有精神 感觉提不起进来 何宇找她 两个人坐在一家奶茶店 王欣喝了一口 说何宇 对不起 最近这段时间 家里事情多 没时间联系你 何宇 王欣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也知道 我都二十七了 我是奔着结婚才相处的 不是出来玩的 王欣苦笑了一声 说何宇 我二十八了 更是不可能处着玩的呀 我告诉你我现在的事情 你考虑一下吧 王欣 何宇 我妈突然生病 在医院差不多三个月 我把自己的那套房子卖了 现在我都没有房子 工资也才六千 你还愿意和我相处吗 何宇也有点愣正了 她觉得王欣人很不错 挺喜欢的 可是这个情况 她也有点犹豫 毕竟都说 嫁人是女人的 第二次投胎太重要了 是陪着王欣一起辛苦奋斗 还是重新再找一个对象 她特别矛盾 她只能说 王欣对不起你 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也没能帮上忙 你应该告诉我的 我也去看看阿姨 王欣笑了笑说 那段时间白天要上班 晚上要守夜 脑子感觉都不会动了 抱歉那何宇 嗯 我理解 我现在心里有点乱 你等我理理吧 王欣回到家后 舅舅在家里正对妈妈说 姐 你身体刚好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要不还是请假吧 妈妈 我也想啊 可是常理不让再请了 再说 现在新子房子都卖了 我也想赶紧上班 能挣一分是一分啊 舅舅姐 你现在身体最重要 如果再进一次医院 花得比你挣得多 要不你就申请最闲的那个岗位 如果能病退 就提前退休吧 新子 那你别担心 我今天来 就是找他商量的 看见王欣舅舅叫他过去说 新子 我想了想 你看你愿不愿意自己创业 你救我别的不会 做生意还是能提点意见 王欣舅我不知道做什么 也没想过这个问题 再说 不管做什么 都要有本钱啊 舅舅你和你爸妈 好好合计一下 我觉得 就你家现在这种情况 要想尽快翻身 只能自己创业了 本钱你不用担心 我借给你 王欣听了后很心动 舅舅当年不到二十岁 就自己出门挣钱了 过了几年 自己开服装店 那之后 一年比一年好 分店都开了好几家 现在他们住的是近 二百坪的大坪层开的 新款宝马 他想 舅舅年收入差不多 都有一百万了 如果自己做生意 有舅舅的指点 应该也差不了 王欣舅 我也想做生意 可是我没有头绪 你看我做点什么合适舅舅 不管什么时候 人都离不开吃穿住行 我觉得你开个饭店就挺好的 王欣和爸妈舅舅 认真地合计起来 觉得开个饭店 真的挺不错 第二天 舅舅带着王欣 去找合适的地点 铺面 好好做了一下预算 最后和舅舅借了二十七万 在舅舅的帮忙下 王欣的饭店开起来了 小表弟一直跟着舅舅做生意 前妻被舅舅派到他的店里来 让王欣跟着好好学习一下 表弟给了他很多帮助 不然他觉得自己肯定要吃很多亏 在表弟的提议下 他的饭店根据厨师的水平推出了十个主打菜 包括两款甜点 而其中的口水鱼最受欢迎 麻辣鲜香搭配一款经典的素炒菜心 荤素搭配 浓淡事宜 却是绝配 王欣去接河宇下班 带他来自己的饭店 人挺多的 不过一切井然有序 没有忙碌的焦躁感 不会让人感觉心烦 知道他爱吃辣 给他点了经典的口水鱼素炒菜心 还有一个羊肉汤 何宇这家店看着不错 虽然人挺多 但整体氛围却感觉很轻松 味道怎么样 王欣给你点的 应该你会喜欢 反正我觉得很好吃 很快菜上桌了 卖相很好看 让人看了就很有食欲 何宇吃了一片鱼 觉得真是太好吃了 而菜心和羊汤 也得到了高度评价 何宇 王欣 这正是太好吃了 以后我们再来啊 王欣 只要你愿意 可以天天吃 多少吃什么都随你定 何宇 怎么 你涨工资了 还是彩票中奖了 王欣 何宇 我说的是真的 如果是其他店 我真做不到 不过这家可以 因为这家店是我开的 何宇很惊奇 这才过了多久 王欣竟然开店了 这可真是一个大惊喜啊 看他的样子 王欣笑了一下 说 这不是我自己多厉害 而是我舅舅帮的忙 我表弟一直帮我的 何宇听了后也很感动 现在能这么帮忙的亲戚 真是太少了 有这样加封的人家 肯定是不会差的 何宇 王欣 我们结婚吧 王欣看了一下何宇说 何宇你要考虑清楚 我现在没有房子 还借了舅舅二十七万 我妈妈身体也不好 帮不上忙 何宇 嗯 我知道 我回家和我爸妈商量一下 王欣很高兴 他觉得何宇真是个好姑娘 虽然他现在看着有个店 但是钱都是借的 而且以后怎么样 谁也不知道 王欣和何宇没多久就结婚了 何宇和爸妈商量后 财礼也没要还给他 给了五万让他应急 婚后没多久 何宇还涨工资了 他开心得不行 他一个月都能拿到九千了 王欣的店力也稳定了 各方面他都掌握了 一切都渐渐好了起来 一年后 他们攒了三十万块钱 想还给舅舅 说我不着急 用钱再凑点 先首付个房子 不然以后有孩子了 每个房子亲家母照顾月子都没地方 王欣和何宇觉得有道理 何宇爸妈又给凑了十万 他爸妈也凑了五万 两人首付五十万来了一套房子 妈妈说我和你爸只凑了五万 你舅舅的十万 我们慢慢还 你以后负责你借的二十七万就行 何宇对王欣说 舅舅人真的好啊 虽然家里条件那么好 可是特别好相处 而两个表弟也都谦逊 乐于助人 家风太好了 王欣笑了说 嗯 是啊 主要是我就小时候都是我妈带大的 那时候田里忙 我妈比舅舅大三岁 可是听说舅舅小时候都是我妈给他喂饭 干什么都带着 他既是早 一直都记着呢 妈妈的身体一直很弱 需要经常请假休养 厂里看他确实身体不行 就允许妈妈办理了病退 他一个人在家里想来给他帮忙 身体不允许 反而是舅妈经常去家里陪他 替他解闷 又努力了一年 虽然有房贷 两人也攒了不少钱 舅舅让表弟来店里对王欣说 表哥 我爸知道你急着还钱 不过他说 一家人不用客气 你现在是做生意的 让你买个车也算是自己的门面 让我来就是给你参谋的 表弟 表哥 一会儿我们去接表嫂下班 然后去看看车吧 按我的想法 还是买个四十多万的宝马吧 王欣可是不还钱 我心里总是不得尽啊 表弟表哥 不要想那么多 都是一家人 你太见外 反而让我爸韩欣 你听他的就好了 王欣和何宇 最后在表弟的建议下 买了一辆宝马五系 付款了三十万 再贷款了一部分 他们开着车回到家 坐在沙发上 王欣说 小宇 我突然感觉压力好大 现在又有房贷 又有车贷的 何宇 没事 虽然现在紧张点 可是我工资稳定 而你店里收入又稳定 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王欣 嗯 我知道 只要我们俩齐心协力 肯定会好的 我就是有点感慨 王欣 我们结婚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如今有房有车 店开得也好 我挺知足的 何宇 嗯 我也是 不过王欣 以后我们条件好了 也要好好孝敬我爸妈 王欣 嗯 我知道的 小宇他们一分彩礼都没要 就把你嫁给我 我真的太感谢了 而没过多久 何宇怀孕了 爸妈和舅舅一家都很开心 而何宇爸妈更是高兴的当晚就来看他了 怀孕八个月的时候 何宇和王欣商量了一下 他离职了 主要是婆婆身体不好 不能帮忙照顾孩子 而他妈妈也只能请假伺候月子 最好的办法就是他离职 本来舅妈说他帮忙带孩子 结果他儿媳又怀孕了 孕土厉害 需要舅妈照顾 坐月子的时候 是何宇妈妈来照顾的 他妈也住到了家里 忙的时候大把手 舅妈经常买了孩子的东西来看他和孩子 转眼孩子快一岁了 他们也攒够了钱 给舅舅还了戒的二十七万 生活更明媚了 王欣拥抱着何宇说 小宇 要不明天你去金店给自己也买个手镯吧 我们结婚到现在 你什么都没有买过 其他女的结婚不是三金就是五金 我们结婚的时候 只买了一对对戒 真是委屈你了 何宇幸福地靠着他说 新子 我暂时先不买了 我的这些等着你亲自给我买 带着我亲自挑 往新好代时候 我们一起去 第二天 何宇抱着孩子叫上婆婆一起去了金店 给舅妈买了一对五万多的金镯子 给婆婆和妈妈各买了一个一万五千多的金手镯 婆婆特别高兴 大年初一的时候 王欣和何宇去舅舅家拜年 舅舅给洋洋了一个大红包 何宇把礼物给了舅妈 舅妈打开后特别高兴 对何宇说 你看你们这俩孩子 就知道乱花钱 不过我真高兴 你舅舅这么多年都没给我买过 舅舅看了后也笑着说 看来这次你们送到他心里了 不过花得太多了 也太客气了 王欣 舅舅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你当我们是一家人 就开开心心地收下 我们才高兴 舅舅好 舅舅妈知道 你们是感恩的好孩子 以后有事就开口 你说得对 我们都是一家人 等他们去何宇家 何宇把镯子给妈妈戴上 妈妈笑着说 小宇啊 妈妈真高兴 看见你现在过得好 妈妈最高兴 你不知道你当时就那样嫁过去 我和你爸愁得都睡不着觉 何宇靠着妈妈说 妈 你放心吧 我现在过得挺好 等孩子慢慢大了 我出去工作了 会更好的 妈妈笑着说 嗯 好 只要你们过得好 我就安心了 王欣抱着孩子和他爸爸聊天 看着何宇和他妈妈感动的样子 他想 这就是最好的生活吧 有孩子 父母健在 夫妻和睦 有自己的事业 他想 这就是他喜欢的婚姻生活 两个人有各自热爱的事业 工作结束 回家腻歪在沙发上陪孩子 或看电视 一起做饭 一起打扫房间 彼此微笑 晚上抱着睡去 早上出门工作 有时间一起旅行 一起看电影 一起逛街 有什么话首先会对彼此说起 也许生活就应该简简单单 干干净净 认为值得的 认真守候 感觉幸福的好好珍惜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元宵节前一天 我在床底下发现一个手机 很老的款式 像是很多年前留下来的 我正准备扔掉 屏幕却突然亮了起来 血红色的字在老式手机屏幕上怎么看都有点阴森森的 元宵节将至 请遵律以下规则 否则你会死 我愣在原地 平住呼吸 眼睛盯着屏幕不敢动弹 一所有汤圆都是花生馅的 如果吃到黑芝麻馅的 请立刻吐掉并漱口 不能去外婆家 如果有人让你去外婆家 一定要立刻拒绝并跑开 三 妈妈不对花生过敏 如果妈妈说自己对花生过敏 请立刻跑到房间病所上门 你没有妹妹 今年是兔年 但是没有兔行灯笼 六 今年没有灯会 七 爸爸在加班 不会赶回家 八 请关好门窗 祝您元宵节愉快 我看着屏幕上的一行规则 冷汗不自觉冒了出来 看什么呢 快来吃饭了 我正出神 妈妈的声音吓了我一跳 妈 你对花生过敏吗 我夹着菜 洋装漫不经心地问 不过敏啊 你这孩子 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突然想起规则上的话 妈妈的确不过敏 我扫了眼一旁的全家福 我家也的确只有我这一个孩子 没什么 只是想到了就随口问问 吃完饭回到房间 我躺在床上 看着手机上的日期 正月十四 明天就是元宵节 我叹了口气 怀揣着不安关上手机 迷迷糊糊地陷入梦境 夜里 吱呀吱呀的声音突然响起 像是有什么东西踩在陈旧的木板上 刺耳地让人难以入睡 我强忍困意 睁开眼睛 一双不满血丝的眼睛 直勾勾盯着 我看见我醒了 她突然眯眼笑了起来 腥红的血丝包裹着黑色的眼珠 我尖叫起来 慌乱地打开灯 冲向妈妈的房间 怎么了 梦梦撞见妈妈的怀抱 我才渐渐平静下来 我房间有别人 想到刚刚的眼睛 我打了个寒颤 没有什么呀 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妈妈揉着我的头发 我顺着她的目光 看向我的房间 灯亮着 什么都没有 可是我明明 我准备辩解 突然想起手机上的规则 请关好门窗 我的视线直直扫向时钟 现在是凌晨一点 已经到元宵节了 我没有遵守规则 所以违反规则 就会看到什么东西吗 等等 现在是凌晨一点 可是为什么妈妈没有睡觉 我仔细看了一眼 妈妈身上的衣服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换了 但是却不是睡衣 几乎是条件反射的 我松开了妈妈 对 是我做噩梦了 吓到你了 爸 妈妈 我拼命稳住心神 不敢和妈妈对视 怎么会 快睡吧 天亮了 我们还要去外婆家 嗯 我胡乱地硬合着 却很快意识到不对劲 外婆家冷汗密密地冒出来 元宵节不能去外婆家 如果有人让你去外婆家 一定要立刻拒绝并跑开 天亮 今天是元宵节 可是我已经硬了 我僵硬地抬起头 妈妈的笑容显得有些诡异 带着阴谋得逞后的得意 我拼命跑向卧室 迅速关上门 缩进被子里 门外 咚咚咚 声音沉闷 却有节奏 妈妈仍然在重复那句话 快睡吧 天亮了 天亮了 我们还要去外婆家 声音像是在低声念咒 缓慢而沙哑 一遍接着一遍 我捂住耳朵 但无济于事 平时不大的客厅 此时却像是山谷 满是回声 不对 那不像回声 那更像是一个人用几个喉咙发出来的声音 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没了声音 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我不小心熄灭了 我心有余悸地探出头来 扫尸了一周 当目光落到窗户上时 我险些尖叫出声 窗户外是一张我在熟悉不过的脸 是妈妈 她似乎是想拼命挤进来 眼睛瞪得大大的 五官压在玻璃上变了形 猙獰可怖 但是她还是在拼命往玻璃上挤着 对上我的视线 她突然停了一瞬 凸起的眼球里布满血丝 啼笑肉不笑地看着我 嘴巴一张一合 早点睡哦 关好门窗 我惊恐到动弹不得 眼看着她的脖子 拉到一种极其恐怖的长度 然后一点一点蹭着玻璃收回去那张扭曲到变形的脸 我家是十三楼 绝对不是随便就可以爬到窗户上的高度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一墙之隔的那个怪物已经不是我的妈妈了 我把头蒙在被子里 脑海中全是昨天在手机上看见的规则 不能去外婆家 关好门窗 这两条已经对应上了 所以这个规则是对的 那是不是只要遵守规则 就可以平安过去 带着疑惑 我不安地闭上眼睛睡了过去 一觉醒来 已经是上午九点 妈妈在厨房忙碌 桌上摆着早饭 我突然紧张起来 妈 今天去外婆家吗 我小心试探着你这孩子 正月十五不能去外婆家 你忘了 妈妈走到客厅 放下手里的碗 她的手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 和惨白的皮肤形成了鲜明对比 说不出的甚人 我打了个寒颤 随后抬头看向她的眼睛 想要从里面看出点什么 但是没有 她的同仁是浅浅的踪 在透射进来的光的照射下 格外温柔 也没了昨晚的血丝 或许是我想多了 我安慰着自己 强迫自己放下心来 我们今天早上吃汤圆吗 中午吃吧 早上做了面条 给你加了蛋 滑腻腻的蛋黄 躺在面条上 让人食欲全无 我迟迟不敢下快 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我瞄向我房间的窗户 那里是夜里妈妈留下的印记 上面甚至还有她的假睫毛 几个手掌印孤独地贴在玻璃上 中间是用脸画出的一道杠 不对 这不是噩梦 吃啊 妈妈催促着我 一双好看的毛子 盯着我的手 嘴边泛起若有若无的笑 妈为什么不吃汤圆 我颤抖着 又问了一遍面前的妈妈 突然诡异地眯起一个笑容 嘴角脸得很大 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冰冷苍白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等你妹妹放学回来 我们就吃 几乎是本能 我猛地把筷子甩开 目光射向那张全家福 熟悉的背景 爸爸妈妈 中间的我 以及不知何时插进来的一个我的妹妹 小小的女孩子 戴着眼镜 散发着淡淡的书卷气 我却没来由地厌恶和恐惧 我仓皇逃进卧室所上门 门外嬉嬉琐索的声音响起 我听见妈妈端起碗 筷子轻轻碰撞着碗颜 最后磕在我的门上 吃饭了 梦婉撞着门 想得很有规律 伴着死板 却清楚的声音格外森寒 门缝里好像探进来什么东西 我凑近 是红色的指甲 我死死捂住嘴巴 才勉强没有尖叫出声 梦梦 我看见你了 妈妈的声音带着笑 你为什么不吃饭 红色的水顺着指甲掉在地上 我闻到一股血腥味 像是人血 我坐了好久 你为什么不吃饭 撞击声停止 低沉的问话也清楚很多 我不太舒服 妈妈 我强忍着债义对外面的妈妈回答 还是等妹妹回来再吃吧 好 门外出乎意料地干脆 滴答滴答 指甲下已经聚了一滩红色的水渍 它还在外面 我转过身坐在床上 尽量不去看房间门 不知道什么时候声音停了 门前的血色水渍已经无影无踪 仿佛这一切只是我的幻觉 我轻轻把门拉开一道缝隙 妈妈在客厅收拾着 阳光斜斜洒进来 一切静谧而美好 一梦怎么了 是饿了吗 突然响起的声音吓了我一跳 妈妈停下手 转过来 透着门缝直直地看向我 看着我那么久 是饿了吗 她怎么知道我看着她的 我惊出一身冷汗 面上还是磕磕绊绊地回答 对啊 妈妈 我饿死了 我突然想起什么 目光扫向桌子 还好没有那碗面 我不敢再说什么 只是打量了一下屋子 陈设没有变 还是我熟悉的模样 只是角落里堆着的破旧的玩具 墙上不属于我的奖状 以及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出来的新房间 都宣告着 这个家里多了一个人 我有些烦躁 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 可是我就是不舒服 妈妈 你爱我吗 话音刚落 我自己都愣了一瞬 我为什么要这么问妈妈 像是没有听到 继续忙活着手里的事 我吐出一口气 准备回房间 再开门的一瞬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听到了轻轻的一声音 很小 鸡不可闻 坐在椅子上 我试图搞懂现在的状况 外面的那个人 到底是不是我的妈妈 突然出现的妹妹是谁 以及为什么说爸爸不会回家 元宵节也要加班吗 我看向床头柜上的闹钟 现在是十一点 已经是中午了 也就是说 我的妹妹要回家了 我突然有点紧张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 外面传来开锁的声音 紧接着是一个女生 妈妈 姐姐 我放学回来了 终于我要见到我的妹妹了 我手心浸出隐隐的汗 做了几个深呼吸后 我拉开了房门 我以为我会看到一个怪物 可是并没有 我看见那个戴着眼镜的小姑娘 梳着双马尾 和照片上一样 正抱着我的妈妈撒娇 她们很亲密 好像经常这样相处 可是我印象里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妈妈 我有些恍惚 妈妈 我们中午吃汤圆吧 我帮你们煮点黑芝麻屑的 再回过神来 我就听见我的妹妹 雀跃地说出这句话 等等 我下意识出声 妈妈和妹妹停下动作 直直地看向我 怎么了姐姐 妹妹眯眼笑起来 只是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我甩了甩脑袋 继续说 吃花生馅的 你忘了吗 姐姐妈妈对花生过敏 妹妹笑得更欢了 她的嘴角脸得很大 可是那双眼睛里没有一丝笑意 红色的血丝 渐渐布满了整双眼睛 直勾勾地盯着我 她想吃黑芝麻馅的 要不你给她煮吧 我突然打了个寒颤 这双眼睛像极了凌晨 我看见的眼睛 她是谁 还有我哪里会煮汤圆 妈妈也在笑一梦 你忘了我对花生过敏吗 你可真是我的好女儿 妈妈不对花生过敏 如果妈妈说 自己对花生过敏 请立刻跑到房间病所上门 规则突然在我脑海响起 眼前妈妈的目光冰冷地似乎要把我吞噬 我顾不得那双眼睛 陶冶式地回到房间 迅速锁上门 外面没有一点声音 静得可怕 我贴在门上想要听到些什么 可是没有用 阳光透过门缝进来 我扫了一眼 不对 外面有人 我吓了一跳 条件反射式地弹到床上 他们会不会也在听我的动静 可是为什么他们没有一点动静 连呼吸都没有 难道他们压根就我不敢想下去 妈妈 姐姐没动静了呢 咯咯的笑声突然响起 莫名有些声音 我们还是别吓唬他了 姐姐 我们今天中午就给你煮花生鲜的汤圆哦 黑影散去了一半 另一半依旧在那里 有人在观察我的反应 好的 谢谢 我甘哑着嗓子回答 中午可不要浪费粮食了 是妈妈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妹妹就不会浪费粮食 黑影终于散去 我无力地跌坐在地 我强迫自己清醒下来 慢慢搞清现在的情况 很明显 妈妈今天很不正常 突然出现的妹妹和不在家的爸爸 这个元宵节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元宵节的样子 除非在这些规则背后有什么想要被掩盖的东西 可是我不明白 这一条规则之间可以说是没有任何联系 又能掩盖什么呢 我违反规则的话 又到底会怎么样呢 吃汤圆了姐姐 少女轻快的声音响了起来 我应了一声 挠了挠头 要不试试破坏一下规则 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可是转念一想 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知道这些规则的含义 但是破坏规则会出现什么呢 我不知道 手里已经全都是汗 我磨磨蹭蹭走出房门 妈妈和妹妹坐在饭桌旁边 画面出奇的有些和谐 煮的是花生馅的汤圆哦 姐姐妹妹冲我笑 妈妈说她中午吃面 我看向妈妈 她面前摆着一碗面 有些眼熟 那不是我早上没吃的面吗 可是她不是被倒掉了吗 我脑子乱成一团 所以妈妈为什么宁可吃放了一上午的面 也不愿意吃花生馅的汤圆 真的是因为过敏吗 还是她在害怕什么 好了 一月别再说了 吃饭吧 妈妈笑笑 转头看向我 吃汤圆一梦 好了好了 我不说了 还不行吗 李一月吐吐舌头 姐你快吃吧 我下午放假 晚上可以去买花灯 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一月 今年有灯会吗 我紧张地追问 喉咙都有些紧 规则上说过 今年没有灯会 李一月歪头想了想 我不知道爱 好像是没有吧 今年好像管控措施挺完备的 估计是办不起来了 没有吗 我突然有点失望 好像还没开始寻找 线索就要断了 我有些失落 闷闷地搅着碗里的汤圆 午饭很快结束了 我不敢留在客厅 准备回到卧室 姐姐 我可以进你卧室吗 李一月突然追了上来 不行 我下意识拒绝 随后又有些紧张 我都不知道她是怎样冒出来的 谁知道让她进来会不会出什么事 但是万一她非要进来 我捏着手指不敢再说什么 好吧 出乎我的意料 她没纠缠 可是我却一颤 一个有些凉的东西被塞进我的手里 我下意识想要甩开 可是李一月紧紧握住我的手 冲我眨了眨眼 那您好好休息吧 姐姐手上传来纸张粗糙的触感 我突然意识到 这是一张纸条 我不自觉地应了一句好 手里默默攥紧了那张纸条 迅速关上了门 纸条并不是特别大 被人折得很小心 我紧张地 仿佛在查高考成绩 手抖着打开了纸条 纸条上是清晰明了的几句话 你应该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吧 城南郊区今晚会有灯会 要去看看吗 一定要小心妈妈 不要相信后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了 不要相信谁 为什么要小心妈妈 还有她不是说没有灯会吗 那城南郊区是什么 我靠在门上大汗淋漓 我该相信谁 妈妈不正常是真的 可是这个凭空出现的妹妹就一定是好人吗 我思绪乱成一团 算了 睡一觉吧 反正人生乱套 我睡觉 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 脑海里总是出现各种可怕的猜想 终于我不安稳地睡了过去 再睁开眼睛 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外面依旧很安静 安静地仿佛没有生气 我轻手轻脚走出房间 灯开着 妈妈在屋里忙活 客厅里空无一人 我鼓起勇气准备去李一月房间问问她为什么要给我纸条 还有纸条上到底是什么意思 直觉告诉我 李一月一定知道些什么 可是出乎我的意料 妹妹房间没有人 一个日记本散乱地摆在桌子上 下面压着一张卡片 我好奇地翻过来 上面的笔记很慌乱 像是有人在紧急状况下写的 只有两个字 快跑 星红的字迹 似乎让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卡片上若有若无地散发出一丝血腥味 你在干什么 身后的声音毫无征兆地响起 我下意识转身 把卡片捏紧 藏在身后 对上的是妈妈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 死气沉沉 仿佛要将我吞噬 没有 我来找妹妹 我舌头有点打结 话都说不利索 你妹妹她出门了 妈妈裂开嘴 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我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我一惊 她注意到了我大脑飞速运转 含糊着英没什么 就是妹妹的一些小玩意哦 妈妈没有收回视线 慢慢拧过脖子 直到身子完全转过去 才皮笑肉不笑地补充一句 晚上吃汤圆哦 我平住呼吸 大气都不敢出 她一边死死盯着我 一边转着身子往厨房走去 进厨房之前 妈妈咧了咧嘴角 说谎的孩子可不是好孩子哦 说完 她的头转过二百度 转回了厨房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妈妈嘴里似乎有些血丝 伴着肉末 让人作呕 她好像发现了什么不正常 这个世界都不正常 莫名的卡片 拧着脖子的妈妈 不知道怎么出现的妹妹 还有那些奇奇怪怪的规则 不知不觉 冷汗已经浸湿了我的衣服 目光落在书桌上 那是李一月的日记 里面会有答案吗 我突然有点好奇 鬼使神差的 我伸出手 慢慢翻开了日记本的飞页 和卡片上的字迹不同 第一页的日记字迹 格外工整清秀 日记内容很简单 细细碎碎 都是学校里的小事 我一夜 一夜翻下去 字迹随着日期的推后 逐渐变得有些潦草 知道 我看见半个多月前的日记 夹缝里写着几个字 我好害怕回家 为什么害怕回家 我颤抖着手 继续往下看 明天就是元宵节了 我可能要死掉了 救救我 我在成日记到这里戛然而止 时间记录显示是昨天 可是为什么妹妹那么确定她会死 她又会在哪 脑海里莫名闪过一个地点 城南灯会 可是规则不是说没有灯会吗 我要破坏规则吗 我往厨房看了一眼 妈妈站在锅前迟迟没有动 好像在等着我的下一步动作 我感觉自己全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 不管怎么样 先逃出这里 我悄悄点着脚 走出了李一月的卧室 妈妈没有动 依然背对着我 我暗自窃喜 正要成功时 冷冰冰的声音再次传来 你要去哪 我惊慌转身 错不及防 对上了妈妈的毛子 这次不是黑白分明 而是布满了红色的血丝 已经几乎看不到她的眼白 好像我说错话 就会被她杀掉一样 她离我很近 但是我感觉不到她身上的温度 只闻到强烈的血腥味 在本就寒冷的正月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妈妈 我 我想出门逛逛 在家太闷了 我忍着呕吐的欲望 硬着头皮回答 你和你妹妹一样 真是不让我省心 她死死盯着我 咬牙切齿地说 仿佛我和她有着血海深仇一样 我低下头不敢看她 算了 去吧 早点回来吃汤圆 妈妈的语气突然温和下来 话中有一种诡异的笑意 今天晚上的汤圆很好吃 你一定要回来尝尝哦 我没敢大话 逃也似地离开了家 出了门我才发现不对劲 明明今天是元宵节 可是整个小区没有一盏灯 也没有一个人 黑得仿佛是在棺材里 高楼林立 但是没有一家有灯光 甚至一眼看过去 好像是死寂的墓碑 寒风吹得越来越猛烈 光秃秃的树木摇晃着 像极了游荡在外的孤魂野鬼 我缩了缩脖子 下意识回头看去 唯一一扇亮灯的窗是我的家 只是有一个影子格外显眼 那是妈妈 她手里拿着一把菜刀 站在客厅里 正面朝着我的方向 我好像看见她在拼命 裂开嘴角 瞪大眼睛冲我笑 我加快了脚步 匆匆拦了一辆出租车 师父去城南灯会 小姑娘 你搞错了 城南可没什么灯会啊 司机的声音传来 陌生中带着一丝熟悉 我好像在哪里听过 但是一时想不起来 没有灯会 我心凉了半截 可是李一月的纸条 我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 远处一个身影正在飞快地跑向我 不对 准确来说 那像是在滑动 那是我的妈妈 我背后渗出秘密的冷汗 艰难地找回自己的 有些颤抖的声音 那您送我去城南就好 我去找人 快点 麻烦您了 我看着越来越近的身影 声音都变了调 我不知道她要做什么 但是我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字 跑 司机叹了口气 像是想要说些什么 但是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踩了一脚油门 车飞驰而去 我转过身 从车的后窗玻璃看过去 妈妈停下了动作 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 手里握着菜刀 我慌乱地转过头 不敢再看她 在我克制不住的颤抖中 终于到了城南 谢谢你 师父 我愁愁着 最终还是拉开车门下了车 师父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没有应声 城南没有人 我也没有看到灯会 我哆哆嗦嗦地走在路上 脚下的路并不平 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子 分散在小道上 我被伴了好几次 内心暗暗后悔自己的冲动 黑区区的夜 天上血红的圆月照的路 好像都被鲜血覆盖着 难道我想错了 遵守规则才应该是对的 我心跳如骨 双腿打颤 亮亮呛呛地往前走着 要不回去吧 我脑子不断浮出想要放弃的念头 可是回去一定安全吗 我想起李一月的日记 她真的会在这吗 我不知道 可是这是我为数不多的机会 李一月她一定知道什么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对 灯会 要找灯会 可是这里哪里有灯会的影子 前面有几栋楼房 我走过去 想要问一问灯会的消息 可是走近后我顿住了 那哪是什么楼房 那明明是高柱的墓碑 下意识让我想要尖叫 可是嗓子发不出一点声音 姐姐 你来了 甜美的声音响起 但此时在我耳中 却宛如地狱之音 我僵硬着转过头去 意料之外的 没有我想的恐怖画面 我看见我的妹妹李一月 手里拿着灯笼站在我面前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姐姐 她歪歪头笑得无害 我下意识和她拉开一段距离 那种疏离而别扭的感觉又来了 你在发什么呆呀 不去灯会吗 李一月并没有介意我的态度 甚至往前凑了凑 我猛然惊觉过来 什么灯会就在你身后啊 胡说 我身后明明是我 转过身后一片热闹 灯火辉煌 墓碑两字 生生卡在喉咙里 这哪还有半分阴森的影子 可是明明刚刚还没有的 我正愣着半天 难以反应过来 李一月推了我一把 去逛灯会 姐姐 我这时候才看清她手里 拿着一只兔子 灯笼血月照在灯笼上 兔子的眼睛变得通红 反而像只真正的兔子 规则四 今年是兔年 但是没有兔形灯笼 手机上的规则 再次浮现在我脑海里 不存在的灯会 不存在的灯笼 此时都清清楚楚 出现在我眼前 那个你留在桌上的卡片 是什么意思 我惊慌地抓住它 渴望从它这里知道答案呢 什么卡片 我没有 你看错了吧 李一月依然在笑 我感觉手里多了个东西 低头一看 是那个兔子灯笼 李一月把它塞在我手里 轻轻靠近我 比了个虚的手势 我顺着她的眼光四下看去 瞳孔一震 这场看似热闹的灯会 每个人都在死死地盯着我们 他们的脖子扭曲着 有的甚至缠成了麻花 但是 不管他们正在做什么 他们的目光都阴侧侧地落在我们身上 我一路盲着想东想西 压根就没注意到这些目光 而此刻 他们眼中闪着红光 仿佛是看见猎物一般兴奋 我对上一双眸子 它冲我笑 露出被血丝包裹的牙齿 我恐惧到浑身站立 我紧紧抓住李一月的手 她只是一笑 元宵节快乐 姐姐 然后把手一点一点抽了出去 眼前的景象开始模糊 最后一点一点远去 我看见一群眨着红色眼睛的人围住李一月 然后把她吞噬 最后看见的是妈妈的脸和她闪着红光的眼睛 她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 我又回到了那个墓碑丛 眼前的一切消失不见 手里握着那个兔形灯笼 仿佛做了一场梦 不 那不是梦 我不敢多想 迅速向外面跑去 我一定出现幻觉了 一定是兔形灯笼在夜里一闪一闪 像是鬼火 我终于到了下车的地方 一辆出租车停在那里 我慌乱地打开车门 师父 去灵芝小区 快怎么了 梦芝 熟悉的声音使我一愣 驾驶座上坐着的是我的爸爸 爸爸在加班 不会赶回家 爸爸 你不是加班吗 我艰难地从嗓子里挤出几个字 本来是的 爸爸眯了眯眼 可是你妈妈给我打电话说 你们姐妹俩去城南看灯会了 怕你们不安全 就让我来接你们月呢 我一致正准备把这些怪事全盘拖出 可是直觉让我压下这个想法 含糊地硬着他可能回家了 我没见到 那你有没有看见什么奇怪的东西 爸爸突然凑到我面前盯着我怪异地问 他的脸离我很近 我甚至能看清他根根分明的睫毛 还有那略带兴奋的眼神 没有 就是一场灯会而已 我掐着自己的手指 才勉强维持着镇定 爸爸好像有点失望哦 你们还真是不让人省心呢 他轻飘飘地落下这么一句话 我大气不敢出 我不知道家里等待我的是什么 手里的兔形灯笼已经有点变形了 莫名其妙的 我有点希望李一月在家那个规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及这些种种的事 我总感觉李一月好像什么都知道 可是家里只有妈妈的身影 我战战兢兢地走过去 妈妈 我回来了 料想中的责骂没有到来 妈妈甚至没有抬头回来了 准备吃饭 今天的汤圆很好吃 他补了一句 带着让人毛骨悚然的诡异感 这好像是我第三次听到他说这句话 路过厨房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我眼花了 好像有汤圆破了 馅料附在表面上 有一点点恶心 洗完手 桌上已经放好了三碗汤圆 爸爸妈妈坐在桌前向我招手 梦梦 快来吃饭 奇怪 没有人提起那个妹妹 好像李一月从来没有出现过 妹妹没回来吗 刚刚落座 我愁愁着还是开了口 她 她在家呀 妈妈笑得眯起了眼睛 我看见她的眼睛变成了红色 血丝包裹着她的眼睛 这一次我甚至看不清她的眼珠 她在和我们一起吃饭呢 梦梦 我不明所以 不安的感觉瞬间充斥了整个心脏 我求助地看向一边的爸爸 他低着头 大口地吃着汤圆 没有半分伸出援手的意思 等等 汤圆 我的目光扫向妈妈 她正在咬着汤圆往嘴里送 汤圆上面渗出丝丝的线 黑色的小块和白色的汤圆皮 形成了鲜明对比 可是不会有黑芝麻汤圆呢 我想是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妈 你的汤圆是什么线的 我全身都在颤抖 黑芝麻的 要尝尝吗 白色的勺子 在着那个破了的汤圆 缓缓递到我面前 浅浅的红色丝线 夹杂着几根毛发 还有那中间黑亮的线 这是人的眼睛 我控制不住干呕起来 面前的妈妈把勺子往前推了推 你怎么不吃呢 梦梦 我呕得撕心裂肺 你不是要找你的妹妹吗 妈妈的脖子伸得老长 她就在这样 你看你的妹妹多好吃啊 她的牙齿里 还有着细细的血丝和黑色的线 那是刚刚她吃下去的眼珠 我看着她用烟红的舌尖舔舔了舔嘴唇 然后把勺子里的眼珠放到嘴里嚼起来 我颤抖着别开眼 你为什么 因为你们不让我省心啊 妈妈还是笑 声音逐渐森寒 仿佛带着从地狱来的恨意 下一个可就是你了 我逃了出去 路上空无一人 小区依旧毫无生气 天上挂着血月 和城南的场景一模一样 我跑在路上 漫无目的地横冲直撞 身后妈妈的声音逐渐尖利 你逃不掉的 我拼命甩开她 口袋里好像有什么在震动 我颤颤微微拿出来 是那个手机 规则已经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句话 想找到真相吗 去外婆家看看吧 外婆家不是说 不能去外婆家吗 我脑子乱成一团 冷汗不停地流 身后是越来越近的妈妈 不 现在应该是怪物 我躲在转角处 不知道自己该去呢 你以为躲起来 我就找不到你了吗 声音尖锐的 像是指甲在挠玻璃 我捂住口鼻 不敢发出一点动静 滴答滴答 好像有什么东西 落在我的头上 我僵硬地抬起头 对上那双我噩梦一样的毛子 找到你了 声音森寒的像冰 落在我头上的是 红色指甲低下的血 我来不及尖叫 身体已经先做出反应 跑了出去 我慌不择路 可是慢慢我发现了不对劲 这是去往外婆家的路 我为什么会往这里走 理智让我调转过头 可是后面的身影 已经越来越近 怎么办 到底怎么办 我要去吗 姐姐 熟悉的声音响起 是李一月快跟我走 来不及思考 我跟上她的脚步 不知何时 身后已经没了妈妈的声音 我慢慢放慢了脚步 逐渐停了下来 我们要去哪 我颤抖着声音问 还有你 不是已经外婆家 李一月回头带着落寞 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 可是规则不一定是对的 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 姐姐 前面就是外婆家了 李一月的身形在慢慢消失 最后的选择权就交给你了 面前的女孩消失了 一切的景物回归原样 只有外婆家在远处亮着灯光 寒风还在吹着 兜里的老式手机 不知道什么时候 恢复到了死机状态 好像今天这一天的事情 从没发生过 我颤抖着手 捏紧了手机 最终忐忑不安地迈出脚步 我必须知道真相 我一定要出去 我跑向那个亮着灯的屋子 做了个深呼吸 缓缓推开了门 我以为我会看见什么血腥的画面 但是并没有 房间里没有外婆 也没有人 突然房间的陈设开始改变 仿佛电影放映一般 画面一针一针播放着 我看见一个女孩孤独地玩着玩具 眼里是不符合年纪的天真 她转过头 冲我甜甜一笑 我平住了呼吸 因为那时我头突然开始剧烈地疼痛 脑海里闪过几个画面碎片 来不及抓住他们便消失在黑暗里 我强撑着眼皮 看着眼前的景象 年迈的外婆 孤独的我 旁边几个叽叽喳喳的少年 其中一个人指着我放肆的大笑 你爸爸妈妈就是不要你了 因为你是傻子 我看见我坐在中间 无助地吊着眼泪 呜呜咽咽地喊着 我不是 我不是 我想起来了 我是个被放弃的孩子 因为智力发育不健全 被孤零零地扔在外婆家 受尽嘲讽和排挤 所以我格外盼望着爸爸妈妈能回来接我 那个寒假 我终于见到了爸爸妈妈 但是他们身边却多了一个瓷娃娃般的小姑娘 戴着眼镜 很有书卷气 他们说那是我的妹妹 可是身边的邻居们告诉我 有了妹妹 爸爸妈妈就再也不会要我了 我信以为真 我打落她递过来的糖果 不愿意让她喊我姐姐 也不愿意喊她妹妹 这种厌恶 在元宵节 爸爸妈妈只带着她一个人去灯会时 达到了顶峰 我看见自己冲上去 打掉了她的兔形灯笼 残忍地踩碎她红色的蜡油滴在兔子眼睛上 模糊掉原先的样子 她没有哭 她反而向我道歉 你可以杀掉她 似乎有人凑近我的耳朵 轻轻地说 我当了针 面前的画面扭曲着 我被强光刺地闭上了眼睛 再睁眼 眼前是我熟悉的装饰 是我的家 头疼得更剧烈了 记忆的碎片一点点拼起 我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我知道是那个元宵节的晚上 在我打落她的灯笼后 爸爸妈妈第一次带着智力残缺的我回了家 客厅的氛围安静地可怕 爸爸借工作的油投出了房门 只留我妈妈和妹妹眼前的一幕幕斑驳撕裂 最终成了散乱的线 一道荧光闪过 回过神来时 我手里已经多了一把刀 我不知道是谁递来的 或者是我从某个地方拿到的 你可以杀掉她 杀了她 爸爸妈妈就会爱你了 脑海里的声音愈发清晰 最后彻底取代了我的意识 我看见自己拿起刀刺向一旁的妹妹 血液像河流一样四下流去 最后彻底掩盖了地面 像极了那个被血液笼罩的夜 他们在冷眼旁观 没人阻止 黑白分明的眼球滚落到地上 被女人嫌弃地一脚踢开 像极了被碾在地上的汤圆 舅舅嗨嗨 舅舅我 对不起姐姐 女孩的嘴一张一合 发出微弱的求救声 可我仿佛听不见一般 疯了事地刺向她 很显然没有人救她 我看着她慢慢地没有了呼吸 慢慢地不再挣扎 傻子也会害怕 而此刻我害怕了 你杀了她 面前的女人终于开口 冰冷的声音一字一句说得真切 我抱住头 可是他们说杀了她会带我回去的 可是她是被你杀死的呀 女人带着笑 慢慢蹲下身来 像一条毒蛇 你杀了她你是要偿命的 你知道吗 画里是掩饰不住的如释重负 你要和她一起死 血流的满屋都是 我尖叫着抱住 头昏了过去 脸上传来冰冷的触感 我突然惊觉我已经泪流满面 看到了吗 这就是真相 身后响起一个声音 语气里止不住的悲凉 我转身对上李一月的毛子 那双眼睛空洞洞 没有一丝感情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她没有说话 我摊在地上 我不想杀了你的对不起 你猜我为什么要拼命救你 李一月的抬起眼睛看着我 我知道你是被利用的那个 我也知道你当时智力出了问题 所以姐姐我不怪你 微凉的手指落在我的脸颊上 轻轻浮去我的眼泪 现在你该醒了 姐姐她站起身 我带你看看真正的凶手吧 我下意识拉住她 你要去哪 我要走了 姐姐 她垂眸轻轻笑着 如果可以 能不能让我走得轻松点 让我乐乐怨念不 妹妹 她走得决绝 没有再看我一眼 我感觉一股力量推了我一把 我再次看见了我的家 这样真的可以吗 会不会被抓起来呀 场景切换到爸妈的卧室 我看见爸爸一脸担忧地看着妈妈 没关系的 她智力有缺陷 大家都知道 没人查到咱们头上的妈妈满脸很利 恨恨地说 我就是想要个健康的孩子而已 可是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啊 况且还是咱们亲生的孩子 还会有的 妈妈冷笑两声 摸了摸肚子 脸上是抑制不住的骄傲 我怀孕了 这次一定是一个健康聪明的孩子 可是医院已经挺好了 好什么好 她眼睛有问题 是视力残疾好不好 你清醒一点 她俩死了 我们就可以好好爱小宝了 我是真的受够了 天天带着她去医院复查了 妈妈眼里的闲雾明 晃晃地打进我的眼睛 再说了 她这先天性的视力 残缺九百多度 和瞎子有什么区别 要不是她学习 还让人省点心 哼 你以为我还愿意养着她的手 又一次俯上肚子 面上神色瞬间温柔起来 还是我们小宝才是妈妈的最爱啊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一月爸爸颤抖着唇闷 明显底气不足 你傻呀 养孩子不费钱 再说了 看着她俩我都丢人 凭什么别人都有健康的孩子 就我不能有爸爸沉默了良久 她抬头 那你打算怎么做 借刀杀人 妈妈面上是掩饰不住的得意 爸爸动了动唇 似乎想说点什么 最终还是没有应声 你到时候配合我演一出戏 知道吗 什么戏 到时候回家 我们就天天带着李一月出去玩 让她心里不舒服 到时候 只要有人吹吹耳旁风 那个傻子肯定就上钩了 爸爸沉默着 最后还是点点头 元宵节那天晚上 我会把那个傻子带回来 到时候 你要是真的害怕 你就不要在家待着 我一个人就行 妈妈轻蔑地看了她一眼 补了一句 所以那个晚上 爸爸没有加班 他只是找个借口 出门躲开罢了 所以这一开始 就只是他们设好的局 所以 我真的只是一把刀 心脏细细蜜蜜地疼 我捂着心口继续看下去 看着他们 佯装惊慌失措地大喊 杀人了 看他们猫哭耗子地 在妹妹的葬礼上哭喊 看着我自己 被送进精神病院 看着他们在人们 看不见的地方露出笑容 最后所有画面破碎 眼前的强光 让我不适地眯了眯眼 随即听见护士的声音 二号床病人醒了 哦对 我在医院 我有点猛 我好像做了一场很长的梦 一时间我分不清这是梦境还是现实 妈妈闻讯走进来 她的肚子已经有点遮不住了 你怎么样 梦梦 她急切地走到我的床前 眼里流露出我不曾见过的关心 我却下意识往后缩了缩梦里一跃绝望的眸子 妈妈嫌恶的眼神 被血覆盖住的地面 似乎此刻还历历在目 梦梦 你怎么了 她小心翼翼地问我是吓到了吗 我茫然地看着她 这么温柔的妈妈怎么会是怂恿我杀掉妹妹的主谋 可是这一切就只是我的一场梦吗 爸妈叫来了医生 在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的检查后 他们说我是受了刺激 才一时没有说话 我突然意识到 我现在好像还应该是个傻子 脑子有片刻的清明 随后又变得混沌起来 脑海里有个声音告诉我 不要说出那个梦境 我沉默着 试图理清楚自己的思绪 梦梦 快看 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眼前的妈妈笑得温和 手里捧着一个精致的饭盒 是你爱吃的汤圆哦 我垂下眸子 一只白白糯糯的汤圆 躺在勺子里 只是侧边似乎被勺子 划了一道黑芝麻线 顺着那道缝隙流出来 眼前的一幕和梦境里的一幕重合 我好像还能看见血丝和眼睫毛 我想拒绝 可是妈妈已经把勺子里的汤圆 喂进了我嘴里 哇 生理本能的排斥 我直接吐了出来 吐了妈妈一声 你这死孩子 妈妈惊叫着站起来 我天天来照顾你 你还不知足 她的眼睛有点红红的 像是委屈和无奈 对啊 我这个样子一定给她带来了好多麻烦啊 我笨拙地道歉 对不起妈妈转过身 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随后走了出去 我亮亮呛呛地爬起来 跑向门外 走廊很空 医生和护士们都不在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气息 我的脑子愈发混沌了 但是此时我清晰地知道自己要找什么 终于 拐脚出的一条狭窄的走廊里 我看见了熟悉的背影 我又惊又喜 准备上去拉住她 下次要得 加亮了 熟悉的声音不带一丝温度 我停下了脚步 内心站立着 本能的反应让我停下了动作 丙熙听着她的话 可是这个要你知道的 医生不会开那么多的 是爸爸不行 必须加大药量 我要她快点死 咱们这样会让人怀疑的 爸爸的声音压得更低了 我不管 我受不了了 我要天天装作爱她的样子给她送饭 对她嘘寒问暖 但是我看见她那副傻乎乎的样子就烦 你知道吗 她刚刚吃个汤圆吐了我一身 我实在忍不下去了 再忍忍 镇静 药 虽然可以让她慢慢挠死亡 但是不是好买的 那你就想想办法呀 反正我要她快点死 越快越好 我现在多一秒钟都不想看见她 再说了 她都已经进精神病院了 说是镇静要吃多了 摔到脑子了 或者是脑神经受损 导致脑死亡 也不会有人追究的 只要她死了 我的苦难就彻底结束了 最后一句话 妈妈几乎是咬牙切齿说出来的 我脑子轰得一声炸开 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为什么讨厌我呢 为什么要这么说我 你不是我妈妈吗 你为什么讨厌我呀 就因为我是傻子 就因为我不健康 我不相信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的眼泪已经溢出来 大湿了脸庞 眼前的一幕和房间的谈话 似乎大同小异 可是不变的是妈妈的眼神 那里面满是怨恨 嫌恶和恶毒 原来李一月没有骗我 我的梦是真的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拖着脚步 回到了病房里的 我吐掉的汤圆和呕吐物 还在原地 似乎在告诉我 刚刚的一切都是真的 怎么办妹妹 我躺在病床上 看着雪白的墙壁 又哭又笑 那就都死了吧 脑子里的声音格外清晰 我明明想和你好好生活的妈妈 我绝望地闭上眼睛 李一月决绝而失望的眼睛 又浮现在我脑海里 可是人总是要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代价的 不是吗 我依然和之前一样 不常开口 偶尔的几句话 也还是有种吃吃傻傻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镇静药的作用 我时而清醒 但是更多的是一片混乱 妈妈并没有意识到我的异常 她依然面上带着温柔的笑 变着法地给我带好吃的 那些年我从来不敢奢望的东西 现在如此清晰地摆在我面前 哪怕我知道这不过是表象 不过是她想要送我去死的工具 可是我还是安静顺从地吃下去 然后抬头看她 甜甜一笑 妈妈也在笑 她温暖地手扶了扶我的头发 梦梦真乖 我笑得更开心了 用头蹭了蹭她的手心 妈妈 你也吃 妈妈脸上的笑容僵了僵 不一会儿又恢复平静 妈妈不吃梦 多吃点 早点出院哦 对 里面有毒药 妈妈怎么可能会吃啊 我低着头 努力掩饰自己的难过 把碗里的粥一口一口 拼命往嘴里塞 最终碗见了底 我的视线模糊了 把碗递给妈妈的时候 我仰头努力 仰起一抹笑 我吃完了 谢谢妈妈 我看见妈妈如是重负地笑 随后她接过碗 再也没有回头 我听见自己心脏破裂的声音 好像最后一丝不忍 也随之消失在 没人看见的角落 我悄悄拿走了备用钥匙 夜色降临 我站在熟悉而陌生的门前 面色阴沉 该结束了 我想 房门被悄悄打开一条缝 房子里 妈妈在厨房一边做菜 一边哼着歌 声音里是说不出的轻松与自在 爸爸在一旁打着下手 房间充斥着宁静与和谐 我面无表情拉下了垫闸 房间里一片黑暗 我听见妈妈短促的惊呼声 窗外好像传来似有似无的哭声 像是妹妹在哭诉冤屈 什么声音 爸爸颤抖的声音传来 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哭 少自己吓自己 妈妈的话里打着颤 但她还是故作镇静 应该是停电了 我去看看 妈妈惊慌地走出厨房 在看见我的一瞬间面色煞白 你你你你怎么会在这 她的声音被吓到变了调 随后转而拉下脸 爸爸闻声赶过来 看见我的一瞬间似乎也有些正愣 妈妈 你为什么要给我下药啊 我看着她定定地问 渴望看到她的一点点后悔一点就行 但是她没有 她忽视我说的话 转而冲爸爸吼 我早说了让你早点弄死她 都是你磨磨唧唧才惹这么多麻烦 也不嫌晦气 嗓音间隙更显咄咄逼人 是你非得要杀了他们 那个药怎么可能是好弄的 出乎我的意料 爸爸开口 对了 回去再说了 爸爸的目光斜斜落在她肚子上 谁知道这个是不是又是个残疾 语气里满是嫌弃 妈妈呆了呆 随后立即反应过来 你咒我 这还不都是你的错 你不得好死 黑暗之中 我看见妈妈挥舞着手臂 手里的菜刀滑向爸爸的脖梗 血液像喷泉一般喷射而出 爸 爸爸的眼睛里满是不可置信 最终缓缓倒在地上 锋利的月光透过窗户打在妈妈惨白的脸上 你杀人了 妈妈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 带着没有事故的天真 却没有丝毫温度 我可什么都看见了 她像是回过神来 我没有 你瞎说 紧接着她像是意识到什么 目光落在躺下的爸爸身上 她的呼吸已经很微弱了 可是还是死死地瞪着她 像是要将她一起拖入地狱 满是血污的手 抓住她的裤脚 她尖叫一声 跑下了楼 外面的月光甚人 我听见扑通一声 像是众物落地的声音 随之而来的是一声惨叫 我俯下身 看着眼前还没有厌弃的男人 微微一笑 你知道吗 爸爸做错事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们两个都要付出代价 我拍拍手走下了楼 可能是受到了太大的惊吓 妈妈慌不择路地跑下楼时 一脚踩空 虽然保住了命 但是却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 医生告诉她这件事的时候 她呆呆地看着前方 突然发疯似地喊叫起来 她把自己的头发扯得乱七八糟 对着墙壁又哭又笑 最终被确诊为精神失常 在一个她稍微稳定一点的午后 我来到她的病房 轻轻推开门 她坐在病床上 愣愣地盯着墙壁看 眼神呆滞 妈妈 你知道错得多离谱了吗 良久 我开口 她空洞的眼睛顺着声音看去 却在看见我的一瞬被怨恨覆满 是你 是你害我 害了我的小宝 她情绪激动地挥舞着手臂 可是妈妈 是你先对不起我们的 我垂下眼睛 我有什么错 她红着眼睛像个怪物 我只是想要个健康优秀的孩子 是你们姐妹俩不让我省心 是你们丢了我的脸 我没有错的 是你们 我摇摇头 你看那一月 她到现在都觉得是我们错了 我走上前 轻轻帮她理了理被子 温和地看着她 可是妈妈 你现在没有孩子了 我贴近她的耳朵 一个都没有了 未来也不会有 而且你应该感谢你 现在是个神经病 我笑得温和 不然您后半生 可能就要在监狱度过了 您肯定受不了吧 她停下来看着我 错愕 不甘 最后化作我看不懂的情绪 我没有留恋地站起身 走出了病房 身后传来凄厉的尖叫 医生和护士 匆匆赶来四十号床 病人情绪激动 准备镇定剂 我拉出一个嘲讽的笑 妈妈 你也不健康了 你一定会想要杀了自己吧 我走出医院 阳光出奇地明媚 天气真好 我想 医院我帮你报仇了 你的怨念 应该可以轻一点了吧 我站在桥上 看着河面波光淋淋 我缓缓坠下去 任由水波温柔地将我吞噬 医院 姐姐来找你了 水面上掀起一个水花 随后归于平静 十年没回家过年 今天我妈打视频电话叫我回家 她开始说话还正常 后面一听 我不打算回来 哭得那叫一个伤心 我哥和我爸 还有我从没见过面低嫂子宝珍都来劝我 想用亲情感化我 多么温暖的画面 多么温情的一家人啊 可我知道 事情绝对没这么简单 想想我工作第一年 他们开始要我拿钱回家过年 但一听春节期间上班有三倍工资 又不让我回去了 让我把钱打回去就行 我照做 然后告诉他们我被人排挤辞退 只找到了二 000一个月的工作 我反向哭穷 有事没事就和他们要钱 一年下来到过年回家的时候 我和他们要钱买车票 他们打电话让我不要回家 理由是花大几百块钱回烫家不划算 我就年年说挣不到钱 年年不回家 然后年年出国满世界晚 我今年打算去澳大利亚的机票都订好了 他们居然打电话来叫我回家 这很不对劲 对面四个人还在说这家里有多么好 他们有多想我 让我赶紧回家过年 他们不嫌说得累 我听也听烦了 看着手机弹出的航班取消信息 我换了口风说 回去都是去村里玩 去澳村和去我们村差不多 我也想回来 但我没钱买车票 我哥立刻给我转钱一 000元 这么大方 看着备注飞机票的转账 我笑了 看来几年没回去 我身价陡增 以前几百块的火车票都不给买 现在让坐飞机快点回家 家里到底有什么是非我不可的呢 站在大落地窗前 看着底下来往的车流和霓虹街灯 我听话地订了张回家的机票 今天的一切都太反常了 我猜这里面肯定藏着猫腻 这不就有意思了 我一个人在外面生活了这么些年 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 跟我玩套路 耍心眼 也不怕把自己套进去 花几百块淘了些装备 我在除夕夜前五天到了老家 我哥和我嫂子宝珍来接我 然后认错了人 他俩七七朝 穿着时尚漂亮 拎着两个大箱子的女孩子 走过去和我擦肩而过 我看了眼自己身上逃来的东北大棉服 以及身边破旧的行李箱 是我的贫穷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吗 我哥上去直接抢人行李 吓得那女孩大叫 我再不过去 车站特勤就该来了 我主动走到他们旁边 哥 我在这 你认错人了呀 我哥一愣 行李箱就被女孩抢了回去 他张口就骂 什么人 自己妹妹也能认错 是不是瞎缺心眼 我哥要上去理论 被我宝珍拦了下来 他催我哥快开车回去 别耽误正事 正事 能有什么正事 对他们来说 和钱有关的 才叫正事 可据我所知 现在家里就靠着一间铺子的租金生活 那还有什么正事呢 我不说话 只是听着 宝珍却转过来找我说话 他问我喜欢吃什么菜 我不挑的 什么菜都吃 没钱的时候 馒头就水也是一顿 难怪倩倩你这么瘦 在外面这几年 你真是受苦了 他亲热地拉住我的手 夹在掌心不断拍打 不过回来就好了 嫂子保证不让你受苦 她的手很热 话也很暖 听得我心里直发笑 八万算什么 等铺子赚钱了 嫂子分你更多 这话是我刚工作一年的时候 他打电话来要前十亲口说的 表面上是入股 可明里暗里说的都是不给钱就签奶奶的粉 理由是当初下葬没看好 墓地风水不好 才赚不到钱 奶奶是这个家里唯一在意关心我的人 我不能让她死后还不得安生 就把钱给了他们 可直到现在 分红什么的 我是一分都没见着 宝珍到了 我哥在驾驶座上喊 香音特浓 宝珍拉着我下车 不容我拒绝地挑了件石土毛俗的毛领带 大衣给我换上 还没我的大棉服暖和 接着他把我拽进街边的化妆店 让店主用最杂好牌的或化妆品给我化个妆 我害怕过敏 拼命挣扎反抗 但宝珍力气太大 没争过 万事俱备 宝珍看着我满意地笑笑 拉着我重新回到车上 我问这是干什么得花不少钱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干什么都提钱 是我装穷的第一手则 宝珍说 没花多少钱 让我不要心疼钱 舍不得花 女孩子就是得打扮 你看你稍微识多 立马看起来像大城市来的 嗯嗯 我敷衍地硬着 我哥却突然停了车 怕他又喊宝珍到了 我赶紧提醒他 还没到家呢 我们不回家 爸妈也都在这儿等我们呢 宝珍笑嘻嘻地拉我下车 这是王哥家 他今天请我们吃饭 顺便见见你 我牙齿咬着舌尖 才忍住没笑 不是吧 不是吧 宝珍为人这么坦率真诚的吗 才这么一会儿就漏底了 比我预想中快多了 那我就要收着点了 不然进展太快没得完 我王哥是谁 宝珍一脸崇拜 承包了村里一半土地的男人 我为什么要见我 宝珍 他拿胳膊肘戳我 傻姑娘 王哥见你 还能是为什么 当然是给你们说 亲 你在外面这么几年 也没找个城里人 还不如回来在我们这儿 找宝珍说着 推我往前面走 欠欠你放心 王哥人成熟稳重 一表人才的 家里还有钱 你等着享福就行 他推着我越走越快 正要进大门 我手机响了 王哥叫王傅 人如其名 村里唯一的三层小毒洞 就是他家的 用力跺脚 甩掉鞋底的土 进门前 宝珍想再叮嘱我几句 我手机响了 从没有哪一刻 我如此迫切地接通死对头宋志远的电话 开口就是一句 宋老板手机是逃的 就款 不开免提 对面说话声音都很亮 宋志远接接实实应了一声爱 我哥和宝珍都听到了 我在他露线之前跑了出来 让宝珍和我哥先进去 宋志远果然还在那声宋老板李梅出来 休息 撤 横 都 像